幽静夜晚的森林里 出现了五名黑衣人 他们踩踏着树枝向前进发 只见他们停在萤火旁边的树上 黑衣人首领掏出匕首 向他的伙伴点了点头 眼神一凝 瞬间掷出匕首打在睡袋里 可是睡袋里并没有发现人 黑衣人首领满脸问号 在这里 只听见背后发出声音 首领猛地回头 只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树上 这也就是本片男主赫尔木特 既然你们先动手 死在我手里也不冤吧 主角缓缓抬起手 让我想想 我现在应该算是正当防卫对吧 只见他扯下一根树枝当作弓箭 描向五个黑衣人其中 黑衣人首领嘴角微微上扬说道 什么 居然用树枝 另一个黑衣人也说道 像样的武器 都没有还敢这么嚣张 一个光头黑衣人道 现在就把你给 宰 掉 话还没讲完就被那根树枝击飞出去 黑衣人手领满脸黑线 脸上流出冷汗 圣 是圣灵 旁边的人惊慌地说道 赫尔默 赫尔默特 赫尔默特 就此倒地 清理成这样 应该找不到痕迹 南竹踩了踩地面 沿路低沉 沿路低沉说道 达里恩 和你所说的完全不同 踏离地面 从树林穿行 人类的世界非常无聊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您就打算一直放着魔王留下的痕迹 不管了吗 长桌旁的人说道 主位的人稍加思索 对了 既然没有人能走出帕河之散 那就把不该活着的人 都送到那片森林 不就好了吗 听到这样的话 每个人都露出不一样的表情 到处都是不好处理的人 没有比这森林更厚 适合他们 紧接着 人们纷纷附和 轰旷的树林里 传出女人的叫喊 放开 你不知道黑暗的种子 在她的身体里发芽吗 故为挣脱掉女人的手 将小孩放入传送阵中开始吧 魔法师食指向扣 念诵着咒语 故为注视着 女人还在挣扎着 口中喊道不要 不要啊 赫尔木特 帕赫之森 无论是天才的学者 还是勇猛的战士 亦或是可怕的魔法师 一旦被流放到此地 便再也无法逃脱 只要被判为有罪之人 就会被魔法 传送到秘灵中的魔物 如果有万分之一的 可能只要活着出来 滔天大罪都可以胜 就是那一天 带着黑色之中降生的阴墓 被丢弃到了这片 无人生还的魔法师 魔气弥漫的秘灵中 寒冷和饥饿时刻 威胁着她的生命 不通 那颗心脏 发出无穷的力量 力量包裹住了这个婴儿 度过无数的重力 直到她的到来 满身散发着青蓝色的动物 来到阴里 发出堤后 将婴儿叼起 带离此地 几年后 站住 你这个兔崽子 我口中念叨 我一塌地面高高跃起 给我死 我一把坐在兔子上面 兔子还在不断挣扎着 发出滋滋的叫声 艾拉加 我又抓到了 艾拉加宠溺地看着我 从树上跳下 然后对我说 怎么样赫尔木特 对狩猎熟悉了一点了吗 我点了点头 突然艾拉加刨开兔子 将兔子体内的盒拿出 并和我 想到魔物体内 都有这个东西 魔物吃了可以增加力量和寿命 我直勾勾地盯着那个河 点了点头 并伸出手 是从我的猎物里拿到的 话还没讲完 就被艾拉加用尾巴打飞 我躺在地上打滚说道 可恶 真是的 给我留点石头啊 你可是人类不是魔物 你吃了 就会变成魔物 艾拉加抬头看向天空 忧愁说道 如果这样 就是一辈子 活在这片森林里了 切 我才不信呢 就算我不吃那块石头 我这辈子 也出不去 我小声嘟囔着 这样的话吃掉它 然后变强才好吧 赫尔木特卖力地拖着兔子 说道 艾拉加看向我 能出去的 我顿了顿 有点不敢相信 看着它 艾拉加再次说了一遍 能出去的 这片森林 我还要点不敢相信地询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你也不是出不去吗 因为也有人说能出去 是我见过的一个人类 我有欣喜有紧张 别做梦了 那个人类早就 死在某个角落了 也还有可能还没死呢 你确认过吗 我心脏扑通跳着 等待着答案 艾拉加略带犹豫说道 那个人类很强 但是已经很老了 这森林 不管你多强 都会被魔器侵蚀 你体内有黑暗之种 所以感觉不到 你不是说 人类能活到一百岁吗 艾拉加 不耐烦地甩了甩尾巴 说道 忘恩负义的小崽子 我看看躲开 你不是说 等我长大 就自己看着办吗 艾拉加满脸不屑 气 也许他 现在不在那里了 不在我就回来 不就好了吗 艾拉加 瞬间暴躁 行行行 你去吧 随你的便 所以到底在哪 从这儿往东 一直走 我一个转身 向东奔去 呃呃 艾拉加脸露震惊 走走走 你就算死在路上 我也不管你了 体内没有黑暗之种 并且还非常强大 和我一样的 人类 我来到木墙前 就是这个地方了 翻过木墙 看见里面 布满苔藓的小屋 赫尔木特欣喜地说道 只有人类 才能建造这样的房子 终于 突然身后 传来一股剧力 将我压倒在地 掀起地上的灰尘 你是谁 谁派你过来的 一个粗犷的声音 从我身上传出 我艰难地回头 想看看此人的脸 艾拉加和我说 这里有个和我一样的人来 艾拉加 原来如此 你为什么来找我 如果只是单纯地 想看我一面 那你可又走了 不 不是的 我立马回复道 我想 离开这片森林 白发大叔看着我说道 我叫达里恩 你呢 赫尔木特 达里恩再次询问道 为什么想要离开这里 我紧了警权 艾拉加和我说过 外面的事件 想去看看 真是个孩子 外面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美好安宁 那是什么样的 外面的人类 虽然没有尖锐的爪子 没有锋利的牙齿 但是他们 残暴 狡猾 背叛 全凭自己的需求 你是在这里出生的 不 是出生后 被送到这里来的 看来 你有黑暗之种 看来你是一位 身份不低的贵族 我满脸好奇地问道 贵族 是什么 达里恩回头 看着我说道 你听好了 小家伙 你之所以会被遗弃到这 是因为你那颗 黑暗之中 只要它一直在你体内 就算离开这也是 无穷无尽地追杀 这样 你也要离开这片森林吗 赫尔木特坚毅地点了点头 达里恩叫我报警 干嘛 要干嘛 我还在不断挣扎着 混蛋 小家伙脾气不小 如果你想出去 要学会做人 我放弃挣扎并问道 你还没说 怎么从破灭森林出去 想要出去 你先要有能力 所以你先要变强 之后再去找 如何越过结界的人 那人是谁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我思索着 变强 怎么才能变强呢 达里恩说道 只要按我说的做就行 随即来到了小屋旁 几天后 达里恩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 我将扫帚 向地上扔去 这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 达里恩手中 还在不停地忙碌着 你以前也是这么生活的 也太慢了 这么 你还打算继续住在森林里 赫尔木特生气到满身颤抖 不知道怎么回答 过了一会 这是什么 你的床 赫尔木特立马跳上 用稻草编织的床 并发出 哇哦的叫声 呼 现在我可以休息了吧 达里恩 择了一声 说到小小年纪 如此懒散 顺手把手里的衣服递出 把这个换上 这个穿上太紧了 不舒服 人类需要穿衣服 你别弄破了 听到这话 我停下脱衣服的动作 点了点头 我现在要教会你 正常人类都吃些什么 还有不可以吃的 做成可以吃的 破灭之森里的所有东西 都有内核 去掉内核 还会有魔气 但是森林中有一样东西 没有魔气 就是水 用水净化 就可以吃了 你尝尝 我慢慢吞咽着 口中含糊地说到 原来人类也吃草啊 达里恩说道 我再带你去转转 然后开始训练了 我好奇地问到 训练是什么 我确实需要学习 人类的知识 但是把水搬来搬去 和人类的知识 有什么关系啊 到底 赫尔木特后知后觉 身后出现一个黑影 但是我还在抱怨着 突然黑影冲出 艾拉加 艾拉加嘲讽到几天 不见这么拉了 是在学人类挑水吗 没错 什么 平时连我的话都不听的 忽然对那个人类 言听计从啊 赫尔木特 撩了撩他的秀法 说到他 能让我以人类的方式变强 艾拉加匍匐在地 询问道 变强后呢 离开这片森林 我低着眼眸 说道 你说过我不属于这里 我想我应该到 人类的世界去 艾拉加问道 你觉得去了外面 就会有好事等着你吗 我不知道 但就算我留在这里 也不会有什么好事 艾拉加声音 越发低沉道 我先走了 下次再见 艾拉加回头 看着我似乎回想着什么 算了 他应该会过得很好 回到木屋 是来自达里恩的训练 把腰挺直了 达里恩斥责道 我有点累了 不想变强了 该死 我浑身颤抖着 任性很出色 在这活下来的家伙 的确有过人之处 这小子 除了那颗黑暗之种外 其他的天赋 也很不足 赫尔木特 过来休息吧 我晃晃悠悠地向后倒去 肚子 达里恩递过来一碗人类的食物 赫尔木特将勺子递入口中 瞬间狼吞虎咽起来 达里恩 宠溺地看着我 然后向一旁走去 并扎起头发 打开木箱 我还在吞咽着食物 达里恩 从木箱拿出剑 并说道 从明天开始我教你用剑 达里恩 摆好架势 看好了 我聚精会神地看着 点了点头 达里恩挥动着手里的木箭 吐了一口浊气 然后爆喝一声 向前劈出一道白光 只见那道箭气 像石头劈下 瞬间石头 就碎裂在我面前 我还在震惊 刚刚的那一箭 这就是 人类在这片大陆上的战斗方式 赫尔木特问道 刚才那道光是 是胜利 达里恩手中 慢慢凝聚着光点 你体内的那颗黑暗之种 也是相似的力量 只是不一样的属性 厉害 我想学 达里恩弹了一下我额头 说到别急 现在的你没办法 凝聚修炼圣灵 现在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是 磨练躯体 同时理解 箭 的含义 以后 你会很辛苦 也会很痛苦 但是千万不要放弃 如果你能倾注全部的一年 你手里的那把箭 一定会回应你的 达里恩将手中的木箭递给我 我慎重点了点头 几个时尚后 那你倒是说 到底问题说在哪里了 达里恩敲了敲头说道 臭小子 你动动脑筋 姿势正确不代表 你就是对的 我歪着脑袋 难道需要我 一个一个 给你解释清楚吗 我瞬间吼道 当然 你一开始就应该 跟我说清楚 你说的不清楚 我听不懂 真是的 达里恩心想到 越来越觉得 这家伙是个奇葩 没有领悟 但是他成长速度 非比寻常 黑暗之种 会使人变得残暴 但是他内心 却相当有志 虽然叛逆 但是意外的有韧性 也不会轻言放弃 真是与众不同 好吧 我亲自教你 达里恩向我走来 并拿件灰像 赫尔木特 看好了 可别光顾着喊了 达里恩再次打来 将我手中箭击落 我抱怨道 为什么要打我两次 达里恩并没有在意我 而是询问 倒怎么样 感觉倒不一样了 呃 好像更饿了 你今天没饭吃了 什么 不行 我感觉自己 马上要想起来了 赫尔木特 慌忙阻拦 然后说到 好像第二次更疼点 感觉发力方式 有些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 动作几乎是一样的 奇怪 现在明白了吗 靠模仿动作 是无法成为高手的 这一切 需要你细心 去感悟 只有到达那种境界 你才算入门了 这样才能误解 你小子那不叫剑士 应该叫乔夫 来 再来一遍 达里恩说过 休息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不用练剑 好无聊啊 哎 爱拉加 好久不见 爱拉加慢悠悠走来 嗯 你最近身体 变得壮实了 是吗 不过对我来说 也就是巷子 变成粒子 的差别 我还会长大的 不用你担心 啊 对了 听说达里恩 欠你一份人情 就是让他住在这里 是你打不过他吗 你这小家伙胆子 越来越大了 瞬间爱拉加暴怒道 我可是 帕赫之森的主人 爱拉加 谁惹我 我都会奋战到底 是不可能的 爱拉加撑着下巴说道 我担心 跟这个人类打起来 恶心的蛇会趁人 趁抱之危搞偷袭 所以退一步 不行吗 我思索到 盘踞在森林西部那条蛇 好像叫纳使 对吧 对就是那条双头蛇 赫尔木特好奇地询问道 那如果你和达里恩打架 绝对能赢吗 爱拉加思索着 然后回答道我不知道 我们魔物平时会散发魔气 但是人类却不会散发气息 他们可以隐藏自己 这么说 连你也打不过他 我只是无法确定他的实力罢了 那时也是这个原因 才不敢动他 等一下 那时为什么讨厌达里恩 因为 他破坏了那时创造的 那个令人作偶的地方 什么地方 阿拉加斜眼看向我 问道你很好奇吗 赫尔木特双手抱在胸前回答道 那当然 阿拉加斜笑道很好 带着我在空中踏步而行 赫尔木特满脸惊恐说道 这里就是 没错 这里就是 我说的那个令人作偶的地方 只见那群人类 被另一群人类 鞭打着 拖拽着 赫尔木特向下看去 正是那时的人类浓场 竟然还有这么多 人类 只见一个人类摔倒在地 身后的管理者怒骂道 你这混账 快给我起来 不许偷懒快起来 话说到此 便拿起鞭子 向他抽去 看起来很疼 为什么要欺负他们 因为没有好好干活 埃拉加说道 看什么看 快给我进去 两名女孩脸 陆巨色地向前走着 赫尔木特向下望去 扫了一眼 问到那些是什么人 长得跟我相似 又有点不一样 嗯 你是说那些雌性人类 赫尔木特再次询问到 白天他们为什么要进屋 那些雌性都是口粮 那时这家伙 喜欢吃肉质嫩的雌性人类 埃拉加嘀吼着 眼里满满的怒意 雌性会成为那时的口粮 雌性将成为苦力 一辈子做劳益 他们就是这样 维持这个地方的运转吧 虽然那时在守护 但是维持的 却是这些人类 其中的首领是 在那里 只见一个巨丑 无比光头在那 那个就是人类首领吗 嗯 我不知道 那时这么容易找到 森林里的孩子 如果你运气不好 也会变成那样 原来如此 你从来没有这么对待过我 为什么呢 赫尔木特突然的问话 让埃拉加不知所措 埃拉加冒着冷汗回答道 也没什么 就是不想 让那时的农场的数量增加而已 赫尔木特微笑着说道 嗯 的确是你的作风 埃拉加心虚地咳了咳 好了我们回去吧 心想到 如果现在把人类聚集起来 那岂不是 突然埃拉加闻到了一股气味 让我猜猜是谁来到了我的领地 只见一条长着两个头的蛇出现 埃拉加嘶吼了 用尾巴将我卷起护在身后 很高兴见到你 埃拉加 那时 埃拉加露出锋利的牙齿 大白天的你居然没在睡觉 赫尔木特惊恐地看着眼前树杖长的巨蛇 心想到 他只是站在那里 就有如此强的压迫感 一个舌头问道 这个孩子就是你领养的 那个人类幼崽吗 另一个说到雄性人类 应该在更小的时候 吃掉才会好吃 让我尝一口怎么样 不行 你这个家伙 不是喜欢吃雌性人类吗 他不合你的口味 咦 这个气味是 突然那时向赫尔木特靠近 你和达里恩是什么关系 赫尔木特浑身颤抖 还不断地冒着冷乱 瞬间 埃拉加向那时攻去 暴怒到你这家伙 不要把你那肮脏的脸伸过来 姐姐姐 我可是和平主义者 那时诡异地笑着 我发现他的衣服上 有达里恩的气味 我确认一下而已 那家伙 在几年前摧毁了我的农场 我不得不警惕一些 这孩子跟达里恩 没有任何关系 他只是偷穿了衣服而已 是吗 那万幸 如果你不在我可就吃了他 你敢碰他一根汗毛 我会把你撕成碎片 开个玩笑而已 毕竟我们是老朋友了 如果你们没有其他事 可以离开吗 我不喜欢我的领地里 发现脏脏的毛 告辞了 那时随即远去 赫尔木特这时也倒下 晕了 没用的人类 艾拉家身上的光芒 也暗淡了下来 时间来到傍晚 哎哟 头好疼 赫尔木特那时 已经见到你了 以后就不要自己跑出来了 好好跟那个人类待在一起 只要我在 他应该不会乱来 但是 凡事要小心一点好 赫尔木特恩了一声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你还小 我以后 会像你和达里恩一样强大吗 赫尔木特面无表情地抬起了手 你 应该不可能吧 艾拉家说道 那个人类很强 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强 但是我知道 一个凡人就是挣扎一辈子 也不可能达到像他一样的境界 赫尔木特震惊到 一辈子 总之不会太容易的 一切都要看你的造化 如果你真想变得强大 强大到可以离开这片森林 那就努力试试吧 那个人类过来了 回头见 艾拉家回头就走 只见达里恩扛着稻草走来 看你这副模样 应该是跟那头豹子瞎转悠吧 天快黑了 跟我回去吧 赫尔木特站在原地思索着 一边是达里恩 另一边是艾拉家 艾拉家回头看向我 我会一直注视着你 赫尔木特欣然一笑 便向达里恩走去 赫尔木特躺在达里恩 为他编织的床上翻滚着 胸口好疼 疼死我了 时间回到早上 赫尔木特从今天起 睡前把这个吃下去 达里恩说完 将手中的草递出 这是什么 毒草 赫尔木特瞬间暴怒到浑蛋 你居然叫我吃毒 话还没讲完 就被达里恩带着胜利的手指弹飞 解释到 他是压制你体内的黑暗之中的力量 赫尔木特躺在床上口中 还尼南道 就算这是毒药 你也没说过会这么疼啊 你究竟给我吃了什么 达里恩 只见达里恩站在悬崖边 空中说到五年 只要四年就好了 几个月后 森林里发出不断的敲打声 赫尔木特用木棍 向树木击打过去 看来你现在能感觉到 炼剑带来的乐趣了 赫尔木特回头看向达里恩说道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感觉身体变轻了 看东西也变得很清晰 是因为毒草的关系 嗯 也有一定的关系 最近吃完了 也不会疼了吗 早上起来时 感觉一身轻松 是吗 你吃了也有几个月了 是时候了 赫尔木特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胜利是什么吗 随即举起手中的剑 那种力量虽然看不见 但是可以一直积累下去 我之所以一直不教你胜利 就是因为你的基础不够扎实 不过你现在的身体素质完全不一样了 可以修炼胜利了 赫尔木特这时也满脸严肃看着达里恩 从现在开始 我正式教你胜利的修炼方式 达里恩手握木剑 吸了一口气 身边散发出金光 发出无尽的威压 这威压使得赫尔木特无法动弹 把空气中隐藏的气息 引入身体后融化到全身 自由地掌控这股力量 再通过武器 把力量展现出来 这就是运用胜利的方式 也是你今后要学会的事情 来把剑举起来 在对练期间 记得要持续呼吸 把空气中的气息吸收到你体内 达里恩挥动着木剑 口中不断地教导着赫尔木特 要心无杂念 如果扰乱了节奏 别说胜利 你的身体会先破碎的 随后达里恩那道剑气 将赫尔木特击飞到树上 赫尔木特还没缓过神 达里恩又突进到了脸上 赫尔木特侧身躲过 只见那携带着胜利的木剑 将身后的大鼠击穿 等 等一下 只是对练而已 怎么来真的 这么快就乱了方寸 我可没有这么教过你 达里恩手中的胜利散去 赫尔木特努力调整着呼吸 随即将木剑放下 然后猛地吸气 向达里恩攻去 利用你的感官 多吸收一点气息 感觉你的全部力量 赫尔木特再次被击退 今后也会以这种方式进行训练 花再多时间也不要紧 来吧 展现你的意志 给我看看 木剑再次碰撞在一起 发出震震气浪 不要停 继续挥动你的剑 不要忘记节奏 再快一点 把所有的气息 融入到自己的体内 四年后 远处发出轰隆的一声 只见赫尔木特将一棵树 拦腰斩断 已经过去四年了 赫尔木特回头看向后方 看来你可以出师了 出师吗 感觉还差得很远 说完举起手中的剑 不如来一场 对练怎么样 在那之前 先给我看看 你的胜利 赫尔木特说到我才不要 上次你看完说我不够格 然后就没有和我对练 虽然这么说 但是赫尔木特 还是开始凝聚胜利 达里恩心 想到难以置信 这么小的年纪 就能把胜利去像话 真是惊人的成长 身怀黑暗之种的 同时还有 如此恐怖的天赋 这孩子将来 一定会颠覆整个世界 无论是正 抑或是邪 看来 是时候和你道别了 赫尔木特 达里恩的头发 随着风飘着说道 实际已到赫尔木特 什么意思 我满脸惊颤地问道 没错 你该离开了 但是我觉得 我还没有变得很强 达里恩打断道 说道如果你体内的黑暗之中 继续成长下去 到时候你就不能通过 那道神圣结界 所以只能现在走 接下来我说的话 你要牢牢记住 南方有人类的城邦 想去那里 就要穿过神圣结界 据我所知 那里有一处特别的地方 结界力量 非常薄弱理论上来讲 你可以穿过那个地方 到达外界 就算你有黑暗之中 只要能承受 住削弱的结界力量 就可以通过 嗯 那个地方在哪 赫尔木特问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不过有一个人知道 那个双头蛇的人类农场 有个首领 叫耶鲁古 他应该知道 赫尔木特心想到 双头蛇指的是 那时那个首领 原来就是他 达里恩再次警告道 你要踏入人界后 会经历很多事情 你一直生活在森林里 外面的世界 对你很有趣 也很快乐 不过 人类的世界很复杂 一不小心 就会遇到危险 就算你再谨慎 也有可能落入陷阱 防不胜防 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感到无力和痛苦 也会受到挫折 陷入绝望 然后慢慢堕落 但是 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 千万不要迷失自己 说完达里恩将手 搭在赫尔木特剑上 您不打算跟我 一起走 对吗 达里恩可了可 回答到没错 如果你没什么想说的 我先回去 睡一觉了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东西 明天早上 过来拿吧 今天 我想一个人 好好敬意 说完只剩赫尔木特 和冷风吹 黑夜里 赫尔木特坐在悬崖边 埃拉加靠近赫尔木特 问到你怎么了 苦着张脸 明天不是要出发了吗 赫尔木特道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只是我的心 现在好乱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呢 埃拉加撇过头道 说明你现在 越来越像人类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赫尔木特打开了木门 进去吧 埃拉加突然说道 赫尔木特愣了一下 再次打开了木门 只见达里恩 静静地坐在那里 前面是为赫尔木特 准备的剑和行李 赫尔木 特略带错愕说道 达里恩 可是达里恩 依旧坐在那里 达里恩 其实我早就有预感了 看来我真的该离开了 赫尔木特 拿去达里恩 为他准备的东西 再次看向达里恩 似乎在做最后的道别 您的恩情 我不会忘记的 他的大献之日 还是来了 赫尔木特转身问道 原来你知道吗 埃拉加回答道 不久前 他来找过我 你不要太难过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他只是寿终正寝 这个终于可以交给你了 说完埃拉加用尾巴 将东西丢向赫尔木特 你被遗弃在这里时 缠在你身上的东西 看看吧 出去之后 你也许会用到这个东西 打开发现 是一个黄金打造的怀表 打开里面写着 愿你的前程充满光明 玛格丽特 伊莱恩 埃拉加问道 你得先去趟人类农场吧 那时已经冬眠了 一般的动静 没法惊动他 如果我去的话 一定会惊动他 赫尔木特坚定说道 放心 我一个人可以的 好吧 既不可失 你快去吧 赫尔木特转身走去 埃拉加 你一定要长寿 埃拉加微笑道 我会的 赫尔木特 你也要保重 时间来到晚上 那时的人类农场 一个黑衣人走进帐篷内 脱下帽子 正是赫尔木特要找的人 他用手将蜡烛点燃 忽然他愣了一下 只见赫尔木特将刀架 在耶鲁谷的脖子上 总是在冬天出事 你想要什么 耶鲁谷问道 告诉我 怎么离开帕赫之森 我听说你有办法离开 快说 小家伙 说话一点都不客气 耶鲁谷间笑道 我听说达里恩 收了一个弟子 莫非就是你 少废话 快告诉我 怎么离开这片森林 你不说 就会死 赫尔木特说完 将耶鲁谷的脖子 划出一道口子 耶鲁谷问道 你不怕我死了 那时大人会醒吗 你觉得你能对抗那时大人吗 就凭你一个人来 赫尔木特说道 那时能让你死而复生吗 不用担心 你会比我先死 所以不要耍花招 耶鲁谷再次威胁道 知道离开这片森林只有我 如果杀了我 你这辈子也别想离开 少吓唬我 我听说魔法师 喜欢记录各种信息 我现在不杀你 就是想生点事 耶鲁谷道 看来你不是愣头青 好吧 我告诉你 怎么离开这片森林 说完遍 向前走去 只见他们沿着楼梯 向下走去 我知道的方法 也只是理论上可以 没有人尝试过 如果达里恩 也许还能成功 既然一个人来找我 看来他不想离开 耶鲁谷转头问道 难道他出什么事了 不回答就是默认了 看来他已经 耶鲁谷诡异笑着 从书架上拿下本书 然后问道 你想不想留在这 成为我的继承人 这里的人太弱了 你是达里恩的弟子 你有这个资格 赫尔木特咬牙切齿 将见底在耶鲁谷肩上 说道我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 我会离开帕赫之森 所以闭上你的臭嘴 耶鲁谷将书扔出说道 好吧 这是我来这里之前 在一个魔法室的藏身处 找到的 可惜的是 他也没能逃出 根据这本书记载 南部有个巨大的瀑布 瀑布水可以削弱魔气 也可以削弱圣物 跳进那个瀑布 就可以走出这片森林 当然即便削弱 但是围绕帕赫之森的 依然是最上级的神圣结界 但凡身上有一点魔气 都会被化为灰烬 赫尔木特随后将见收回说道 很好 我可以饶你一命 达里恩说过 要敬畏生命 你也是因为豹子 生出了慈悲之心 才活了下来 但是赫尔木特 还是一拳打在耶鲁谷腹部 将他击飞 将他绑住 过些时间 绳索自己会解开的 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 耶鲁谷突然暴怒道 我的魔力 你这个狂妄的家伙 你以为你能活着走去吗 赫尔木特回头嘲笑道 说呢 耶鲁谷吼道 你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我要狠狠地 践踏你的那份自信 纳什大人 请苏醒吧 只见地面迅速开裂 只见纳什从地面钻出 耶鲁谷 你不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叫醒我吧 那时问道 耶鲁谷连忙否定道 达里恩已经死了 而且他的弟子 刚才来过这里 纳什略感震惊 然后仰头大笑说道 这下 我可以把那些 看不顺眼的家伙 全部消灭了 说完便向地下钻去 回到赫尔木特这边 只见他在树叉上 来回跳 旁边的魔物 全都在狂奔 看他们的样子 个个都吓破了胆子 瞬间 赫尔木特感受到了 一股恐怖的魔气 看来只能拼命地逃跑了 说完便加速 向那石领地外围跑去 可恶 四周已经被魔气围住了 此时地面不断地震动着 那石的身躯 从地面钻出 屹立在赫尔木特面前 说道 好久不见 小家伙 我早就知道 总有一天 你会再次出现在我的领地里 你来了这里 就别想走了 赫尔木特将手放在剑柄上说道 你不放我走 我只能把你杀了 那时嘲笑道 渺小的人类 像你这小身板 能掀起什么风吗 说完便向赫尔木特攻去 将雪花剑起百米高 赫尔木特向后跳去 躲开了攻击 抬头看去 发现全是灰尘 瞬间那时 用尾巴将赫尔木特围住 赫尔木特心想 要保持冷静 对方虽然很强 但是一定会有机会 这时 那时口中不断凝聚着魔气 赫尔木特侧身躲开 抓住那时的攻击剑系 踩着那时 直冲头部 只见赫尔木特带着胜利的剑 向那时的眼睛劈去 那时发出一声喊叫 向火攻去 赫尔木特心想到 算是成功拖延时间了 要是能杀了他最后的祸 可是以现在的事 继续下去就死 而现在那时的两个头 还在争吵 只听见咔嚓一声 赫尔木特回头看去 只见那时正在吞噬着 那个受了伤的头 吃完后还怒骂道 没用的部位 现在就该吃你了 瞬间向赫尔木特攻击过去 地面表示 受伤的头是无 赫尔木特也借着 这股力量裹了起来 但是也受了不小的伤 心想到要抓紧时间 逃出这里 可那时却放出魔气 锁定了赫尔木特的位置 并且迅速冲而过去 赫尔木特 这时也凝聚最后的神力 准备拼死一人 可就在这时 埃拉加出现在赫尔木特命 埃拉加略带嘲讽说道 好久不见那时 埃拉加的出现 使得场上战斗逆转 幸好你还活着 还撑得住吧 这里交给我 我来摆平他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你呢 你赶快找到那个地方 实现你的自由 赫尔木特说道 等一下 我要跟你一起 埃拉加向前一步说道 我叫你赶紧走 赫尔木特犹豫着 然后说道 这些年谢谢你了 说完赫尔木特转身跑去 来到埃拉加的区域外 地面上躺满了魔物的尸体 赫尔木特举起见说道 应该不会再有魔物出现吧 只要不及那时的级别 对我来说都不成问题 赫尔木特回想起 如果当初没有遇见 埃拉加和达里恩 或许就不会有今天了 来到耶鲁古说的地方 赫尔木特下定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 走出破灭之森 不错 这里确实跟埃拉加的区域不一样 几乎感受不到魔器 而且黑暗之中也开始躁动 难道他对神圣结界有反应吗 幸好用胜利包裹住了他 突然从天上掉下一根羽毛 落在赫尔木特手上 一阵飓风将赫尔木特手中的羽毛带走 你是人类的孩子 你闯入我的领地干什么 小家伙 你是跟谁一伙的 埃拉加还是那时 赫尔木特回答道 我从小跟着埃拉加一起长大 伊格瑞尔突然暴怒道 埃拉加的人闯入了我的领地 赫尔木特说道 我来这个地方不关埃拉加的事 我有自己的理由 伊格瑞尔好奇地问道 你的理由能让我饶你一命吗 赫尔木特坚定说道 因为我会穿过那个结界 成为第一个离开破灭之森的人 伊格瑞尔嘲笑道 你体内的黑暗之种 就和魔物没有区别 赫尔木特说道 能穿越结界的人类 唯独我一个 真是不错 你这孩子 勇气可嘉 好吧 我会护送你去结界 以防万一把你的遗言告诉我 我会转达给埃拉加 赫尔木特说道 你就告诉他 我顺利地离开破灭之森 你的意思是 无论你能不能成功逃出去 都要这样告诉他吗 好吧 我会把你的话 原封不动地转达给埃拉加 赫尔木特眼神一凝 转身向湖水跳去 只见他不断在向下游去 突然水中传来一滴犀利 赫尔木特努力抵抵着 神圣结界是为了保护人类设置的 这是一股很强大的进化之力 可以排斥一切负能量 这种力量穿透赫尔木特全身 赫尔木特心想到 生活在魔物世界 毋庸置疑 我是个人类 可是在人类世界 我却被当成魔物 谁告诉我 我该何去何走 神圣结界外 出现一群拥兵团 有人说道 塔尼亚 这里是离破灭之森很近吧 要休息 也不能在这里啊 因为看似是团长的人说道 休息好了才能走得更远 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你别发牢骚了 快去打水吧 飞恩抱怨道 该死 天都快黑了 突然塔尼亚从后面踹了一脚 并且怒骂道 注意你的言行 天飞之前 快去快回 飞恩来到河边 只听见森林 只听见一声坦叫 随后飞恩气喘吁吁跑了回来 拥兵询问道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有尸体 我在河边看到了尸体 拥兵们纷纷嘲讽 塔尼亚问道 在哪 我去确认一下 飞恩颤颤巍巍巍举起手 说道就在那边 你不要拿手指落 快去给我带路 然后把水桶找回来 说完随后又是一脚 来到河边发现的正是赫尔木特 塔尼亚向前一步 看见赫尔木特还在呼吸 将赫尔木特带回营地 赫尔木特心想到这是什么地方 我离开破灭之森吗 塔尼亚说道 别害怕 这里很安全 你叫什么名字 赫尔木特 其他的 我就不记得了 塔尼亚再次询问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这里是迪凯森林 你连自己晕倒的地方都忘了 看来受伤很严重 你还记得其他什么吗 赫尔木特回答道 我只记得自己的名字 还有我会使用剑 你会使用剑 这倒是好消息 失忆应该可以找医生可以解决 相信我 我会帮助你走出这片森林 来到第二天 赫尔木特坐在石头上 心想到好不容易才活着出来 现在感觉比修炼之前的状态还要差 我还以为黑暗之种会被净化 没想到还在体内 总之 这里是人类的世界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我有黑暗之种 随后赫尔木特从怀中掏出那块金怀柄 要找到这件东西的主人 回到营地 菲恩问道 你是贵族吗 或者是那种富家子弟 赫尔木特说道 不知道 我不是说过 我失忆了吗 塔尼亚搭上赫尔木特肩膀说道 你管他是什么身份呢 现在 他只是我们拥兵团的一名食客而已 菲恩调侃道 你一见到帅哥 就变成加子英了 真是 话还没讲完 就被一拳打飞 我们差不多三天后 就能到达下一个镇上了 到了镇里 我再带你去看医生 好的塔尼亚 塔尼亚听完笑着摸了摸赫尔木特的头 随后说道 大家快收拾一下行李 我们准备出发 几天后 赫尔木特晃晃悠悠地向前走 菲恩叫住了赫尔木特 说道 你还是坐马车吧 小心掉队 赫尔木特说道 我只是有点喘不过气而已 我不会掉队 菲恩小声嘟囔着 真是的 我是在关心你 听不出来吗 活脱脱一个少爷 不领情 赫尔木特心向道 奇怪 我在帕赫之森时 每次恢复体力 不会超过一天 算了 先别想这么多了 走一走应该就能好起来吧 随着视角看去 拥兵团也来到了此次的目的地 赫尔木特来到城镇 一个老人挠了挠头 说道 好像没什么异常 他骨骼很坚硬 这种体质 恢复能力 一向很好 塔尼亚问道 你确定 没有看错 医生立马吼道 你这也太小看我了 待会给你配点药 记得按时吃药 不对啊 这孩子不久之前才恢复意识 好歹你 也得给他做个全面检查 你不问是庸医吧 赫尔木特看着他们争吵着 医生丢出一个药包 挥了挥手 说道一群小鬼 竟然说完是庸医 时间来到傍晚 赫尔木特 你真的没事吗 飞恩说 你走了都很吃力 赫尔木特回答道 刚才吃完药后 在旅店睡了一觉 现在好多了 塔尼亚突然问道 那你要不要 跟我来一场对练 别太有压力了 说不定能帮你恢复记忆 怎么样 赫尔木特回想起 塔尼亚 三级银牌佣兵 听说这种程度的实力 在人类世界 也算是佼佼者 很好 我也想知道 自己实力是什么水准 随后便答应下来 赫尔木特他们来到训练场 佣兵们看见他们纷纷调侃 塔尼亚 你下手时要轻一点 别伤了漂亮的脸蛋 别误会 我指的是那小子的脸 听到此话 塔尼亚迅速将他们放倒 随后把木剑丢向赫尔木特 说到规则就是 谁先倒下 谁就算输 赫尔木特举起剑心想到 不能和他比利器 找机会四两拨千斤 千万不能大意 战斗在佣兵们的喝彩声中开始 赫尔木特先发起进攻 抓住塔尼亚的破绽 然后直刺过去 塔尼亚却轻松挡下 随即反攻过去 赫尔木特迅速跳起躲开攻击 塔尼亚的攻击依然没有停下 随后一脚踢在赫尔木特腹部 落地后迎接的是塔尼亚不断的攻击 赫尔木特只能防守 塔尼亚突然蹲下 用剑柄再次将赫尔木特击飞 赫尔木特刚稳住身形 抬头看见的是剑尖 我输了 看你的眼神好像不服气啊 那是当然 因为我一直挨走 赫尔木特心想到 与达里恩相比 他露出了很多破绽 而且他的剑数也没多高超 难道是塔尼亚太强了吗 达里恩说的没错 人类的世界不容小觑 旁边走来一个人说到 塔尼亚在我们佣兵团 可是数一数二的强者 你输给 他再正常不过了 不要太伤心了 赫尔木特看向来人问道 是 我叫福恩 是急速佣兵团的团长 二级金牌佣兵 辛苦你了 赫尔木特 你的入团考核通过了 入团考核 我们既然救了你 总不能让一个失忆的人流浪 最后客死他乡吧 当然 我们的佣兵团可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加入的 所以 来到这个阵之前 大家一直在暗中观察 赫尔木特心想到 难怪除了塔尼亚和飞恩之外 没有人跟我接触 人类真是爱管闲事 还不如直接把我扔下 经过这些天观察 我们确定你没有问题 而且 你没有对我的妹妹有歪心思 所以大家都同意 你加入本团 说完福恩从怀中 拿出四级佣兵证书 将他递给赫尔木特 然后宣布道 从现在开始 赫尔木特就是我们的同伴 大家过来打个招呼 赫尔木特转头问道 福恩 我想跟你确认一件事情 如果加入佣兵团 需要待多久才能退退 万一有一天我恢复了记忆 需要离开该怎么办 福恩思索着 然后说道 你想走随时都可以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如果接受了委托 你就要一直参与 直到任务结束 比起我自己一个人 没头没脑的寻找 跟着他们 应该能更快地找到 关于我的身世线索 还有我想更进一步了解 什么叫毒败 转眼来到屋内 一位大叔怒拍桌子说道 这可不是几个四级佣兵 就能完成的那种委托 福恩说道 麦尔斯大人 这小子绝对是一个可用之台 麦尔斯说道 看在你和急速佣兵团的情分上 这一次我答应你 还有 你应该知道 塔里克佣兵团 和你们一起行动吧 是的 我知道 福恩回答道 那就好 明天早上七点出发 到时候见吧 说完麦尔斯 转身离开房间 我们明天接手的是 大规模护送委托 就算被偷袭 只要不是紧急情况 四级佣兵 就没必要出战 紧接着塔尼亚说道 三级佣兵就要做好准备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们护送的是什么物品 所以无法预测 偷袭者的战斗力 赫尔木特 万一塔里克佣兵团挑衅你 无视掉就好了 他们跟我们关系不是很好 福恩说道 好了该说的已经说完了 大家明天早上见 时间来到晚上 空旷的训练场上 赫尔木特屹立在中间 赫尔木特缓缓闭上眼 回想起早上和塔尼亚的对决 心中暗暗发誓 现在还没有恢复 这种理由只是个净 显然他有很多破诊 但是我的剑速度没他快 我现在确实太弱 还得先把体力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就像第一次在帕赫之森 训练时一样 赫尔木特拔出剑 开始精英的训练 时间来到第二天 福恩说道 这是一个重要的委托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而且这次的委托费 给得很丰厚 祝我们平安结束这次任务吧 拥兵团来到此次拥兑地点 麦尔斯说道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护送的物品 急速拥兵团负责断后吧 菲恩向后望去问道 他们就是塔里克拥兵团的人吧 此时 塔里克拥兵团的人 也看到了赫尔木特他们 那个小不点 你看什么看 你后面的是谁 小丫头吗 笑死人了 你们两个躲在队伍后面 跟紧了 别掉队了 赫尔木特星想到 不论是人类 还是魔物看来都一样 都喜欢争强好胜 刚跟我们说话的是 他们老大嘛 他看起来也不是很厉害 在这次的任务结束之前 我得好好观察他 几天后 哎呦 抱歉抱歉 我太不小心了 这几天 怎么总是犯同样的错误 菲恩回头目后道 你们这些家伙 总是这样 有完没完 克洛普挑衅着说道 我说过了 我是不小心 你要是咽不下这口气 可以来打我 前提是 你能做到 旁边的那个 你是叫赫尔木特吧 怎么看都像那小丫头 塔里克的佣兵 不断挑衅着 赫尔木特看了一眼 然后直接转身离开 塔里克佣兵说道 他好像有点特别 我总觉得有点不安 克洛普说道 有点特别 又怎么了 还不是四级佣兵 我是三级 但是因为我胳膊受伤 暂时掉急了 你掉急不是因为胳膊受伤 而是因为你喝酒后 在赌场打架 话还没说完 就被克洛普一只手抓起 克洛普回想起 该死 真是丢死人了 都怪大哥 这不就是一种惩罚吗 我只不过是打了几次架而已 居然把我当四级使唤 真是可恶 从第一天 开始我就看那个四级不顺眼 今天居然敢无视我 兄弟们 这样吧 待会你们帮我一个忙 我保证 你们能看到一场好戏 回到这边 菲恩抱怨道 那个家伙 真是烦死了 这群家伙 真以为当佣兵 是在开玩笑吗 还得去挑水 如果他们再敢惹我 这次我不会再忍了 说完便拿起水桶 去河边打水 菲恩说道 我什么时候才能升到三级 参加战斗啊 突然后面传出声音 原来你在这里 这地方真不错 克洛普阴森说道 在这安静的夜晚 我们来好好聊个天吧 好不好 克洛普踩着菲恩说道 你那个朋友 你有没有跟他洗过澡啊 菲恩艰难地说道 什么你这家伙 你胡说什么 克洛普叫嚣道 如果你没有亲眼见到 就闭上你的嘴巴吧 为了确认 我把他也叫过来了 说完赫尔木特他们 也来到这里赫尔嘛 木特心想道 我说什么怪怪的 霍灭之森的魔物 也会用力量争足对方 人类这样和魔物有什么区别 至少这些家伙 应该就是达连说过的 不可信之人 克洛普舔了舔嘴唇说道 好了 那就让我来确认一下吧 随后 塔里克拥兵团的人 将赫尔木特围住 赫尔木特摆好架势 心想着 虽然一直在恢复 但我还是无法使用胜利 如果不行 就用上达里恩教我的剑术 突然的一拳 将塔里克的拥兵打飞 赫尔木特抬头看去 正是塔尼亚 塔尼亚问老 为什么你们塔里克拥兵团 要招惹我们急速拥兵团的人 我希望这种事情 不要再有第二次 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就不客气了 滚 赫洛普摆了摆手说道走吧 兄弟们 时间来到晚上 赫尔木特看着四周倒下的书说道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从任务开始到现在 这个星期 我一直都在努力恢复 也算必然的结果吧 问题是 我还是无法使用胜利 达里恩说过 把胜利看成水 那么肉体就是成水的器皿 如果肉体不能成为基础 修炼胜利将毫无意义 道理我懂 但是目前这种情况 我没法安心修炼 时间来到第二天 从现在开始 魔物会经常出没 所以大家不要单独行动 赫尔木特想到 看来一个人偷偷修炼 也要泡汤了 希望能在黑暗之中暴走前 恢复胜利 突然飞恩说到 萧恩他们说 魔物长得非常恶心 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是害怕 赫尔木特说道 魔物长得的确挺恶心的 不过也有不恶心的 听到这话 飞恩也松了一口气 塔里克拥兵团的两名拥兵 闲聊着你这家伙 该省的地方不省 不该的地方各种省 傭兵抱怨道 如果我有钱 我才不会跑这种长途任务 等这次的任务结束 一起喝酒吧 我们村有个酒吧 那里的黑皮很有名 黑皮好啊 你请 话还没讲完 就被一道寒芒带走 傭兵满是惊恐 魔物正抱着 那个傭兵很拾着 那个傭兵嘴里还说着 啤酒 妈妈 生病 故傭兵团团围住魔物 你这该死的混蛋 傭兵还想阻拦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见扑刺一声 一掌就将他击穿 傭恩也露出惊恐的表情 说道 没想到他 居然敢明目张胆地 闯进傭兵群里 魔物将人类抛出 在空中瞬间被分解 塔尼亚也紧张起来 他还有同伴 全体备战 菲恩 赫尔木特 快去马车底下待着 不要出来 菲恩催促着赫尔木特 往马车下跑去 胜利还是没法使用 而且 躲起来的魔物 远比我们看到的多 如果出了差错 恐怕这里的所有人都会 那个大怪物 虽然没有爱拉加和内侍厉害 但是是个强力的家伙 在这些佣兵当中 能使用胜利的人 看来只有二级佣兵 如果做不了什么 我就好好观察一下 魔物爆吼一声 散发身上的魔气 菲恩他们紧接着冲了上去 菲恩凝聚胜利 然后高高跃起 携带着胜利的剑 向魔物劈去 看看这胜利 太强大了 不愧是队长 我好歹也是三级 对付这些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随后加入战斗 塔里克拥兵团的队长说道 只要发现机会 马上给我砍了他 随后也加入战斗 菲恩举剑 再次向魔物砍去 两位团长也紧接着 从左右两侧攻击 瞬间将魔物右抚刺穿 魔物此时发出痛苦的嚎叫 赫尔木特挠了挠脸 这群人类 没想到还挺厉害 会使用胜利的二级 拥兵缠住手里 其余的人 也会用各自的方法 做自己该做的事 这就是人类战斗方式 看来达莲说的没错 不能想害人 此时的魔物咬牙切齿 脚尖用力 高高跃起 抓住树干 像猴子一样迅速逃离 哈尼亚问道 我们要不要追上去 菲恩摇尾疗头 算了 我们任务是故纵 不是讨伐 先去确认一下受伤人员吧 哈尼亚来到 霍尔木特他们面前 打趣道 我们的小菜鸟慢 看来你们还活着 出来吧 很好 大家做的都很不错 先检查一下马车 然后再收拾魔物残骸 赫尔木特问道 收拾残骸干什么 魔物的皮和黑暗之种之类的 能卖出好价钱 来你看 这就是黑暗之种 赫尔木特心想道 没想到我会在这里 看到黑暗之 菲恩说道 关于这个种子 我倒是听说一些故事 据说 它在人类的体内 实惠支配人的精神 把人逐渐演变成魔物 当然不管如何 我们不可能遇到那种人 因为他们在出生之前就会死 活下来的 也会被流筐到破灭之森 总之 面对他们不要大意 他们随时会变成魔物 这就是森林之外人类的想法吗 达里恩以前也跟我说过 只要我身上有着黑暗之种 人类就会跟我势不了力 难道这句话 是指 我会变成魔物和人类厮杀吗 达里恩教我使用胜利 也是为了 抑制我体内的黑暗之种 菲恩准备处理魔物残骸 突然赫尔木特拦住说道 这个魔物感觉有点奇怪 菲恩自信 一笑话还没说 就被魔物死死掐住脖子 塔尼亚注意到 此时 赫尔木特手中发出淡淡紫光 瞬间出剑 将魔物砍成两半 菲恩说道 吓死我了 谢谢你赫尔木特 你没事吧 赫尔木特看着手中的剑 刚才的感觉是 现在砍到东西时 感觉跟修炼史不太一样 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 难道是胜利恢复了 萧恩说道 没想到竟然还有一只没死透 好样的 上次你和塔尼亚对战 我就知道 你和菲恩不一样 菲恩说道 还是谢谢你 过会我多给你盛一些汤 萧恩打趣道 你的命就值那点汤 塔尼亚看着众人 是我看错了吗 回想起刚刚赫尔木特 拔剑的瞬间 时间来到晚上 赫尔木特盘团而坐 周身发着紫色光芒 没错 是胜利恢复了 没想到刚才依靠本能挥剑 居然把胜利给激发出来 我真是要谢谢菲恩 赫尔木特 你在哪 要排站岗顺序了 快到这边来 赫尔木特散去手中的盛名 随即来到拥兵团 哨兵有两人一组 分三班站岗 希望大家能睡个好觉 哨兵一定要时刻警惕 深夜赫尔木特离开营地 心想到 魔物他在等我们入睡呢 以防万一 我需要保持警惕 顺便恢复一下体力 赫尔木特离开时 正好被克洛普看到 瞬间争鸣笑道 机会来了 赫尔木特背对着他 克洛普说道 小家伙 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 你怎么没交上朋友 一个人多危险 你拿电弹什么 你会用吗 我陪你一起练吧 我没时间搭理你 快滚吧 克洛普恼怒道 难道你不知道 自己现在的处境呢 你以为那个女人 会及时出现帮你吗 我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经常瞧不起 看来没有人好好教育过你 趁着个机会 让我来教教你 折断的骨 还是最好的老师 赫尔木特撇过头说道 如果死了 你不要怨我 就怪你太弱了 拥兵团的人 平时在生活中 都是互帮互助的 但是嘛 你不一样 你做的那些事 更像魔物所为 既然你是个人类 就活得像个人 塔里克拥兵团的四级 克洛普报目到 看来你不清楚 人类的本性 就是败高踩低的 你以为我缠着绷带 就是四级一样好应对吗 我早就好了 小子 我要打到你 再也不敢斜眼看人 说完便冲了上去 赫尔木特轻松抓住他的手 手往外一翻 使克洛普跪倒在地 开什么玩笑 这家伙 我还以为你像个魔物呢 没想到比起魔物 你的眼光差多了 想吞高下 那也得看清对手 认清自己的实力 后再动手 克洛普正脱掉后说道 我不服 我不会向你求饶的 拔出巨剑冲了上去 赫尔木特却是轻松应对 然后拔出携带着胜利的剑 就是一瞬间 来到克洛普身后 只听见卡擦两声 双腿就被砍断了 其实 我没打算使用胜利 很久没有使用过胜利 让我不知不觉就兴奋了 克洛普努力地向远处趴去 如果放过他 我的秘密早晚会被发现的 杀了他 我现在完全可以杀了他 赫尔木特一拳击在胸口 是因为最近没有使用胜利的原因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我感觉自己 真的变成一只魔物了 真是的 跑得真快 克洛普不断向前爬着心想到 他怎么可能会使用胜利 难道他比哥哥还要强 这不可能 他就是个四级矛头小子 此时魔物突然从他的头顶 一跃了下 赫尔木特回头看去 这个声音 是哪个家伙 赫尔木特说道 对 那个家伙是我的 魔物看着眼前 矮了他半个头的家伙 赫尔木特心想到 感觉他的状态 比不上前几天 刚遇到他的时候 我现在一定能战胜他 想到此便拔出剑 剑上携带 这强烈的胜利 使得魔物见此 迅速向后退去 并发出惊恐的大叫 难道他看得出 谁更强大吗 看来不是一般魔物 你可以带着脚下的 那个家伙滚 或者也可以选择 死在我手里 魔物似乎听懂了 赫尔木特的话 带着赫尔木特快速离开 赫尔木特散去胜利 想到 可惜了 那家伙肯定还会回来 现在我还是先考虑 怎么跟他们解释吧 来到营地 马斯说道 这么说 赫尔木特已经死了 是的 他跟着我进入森林 找我麻烦 然后遭到了魔物的攻击 那家伙总是想找你们的麻烦 没想到最后落的这种下场 既然你也卷入了危险之中 我代表塔里克拥兵团 向你道歉 塔尼亚冲了上去 这孩子可是差点就死了 就因为你们拥兵团的某人 喂 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分寸 你说的某人可是我弟弟 麦尔斯吼道 够了 既然人死不能复生 现在最重要的是制定对策 而不是相互指责 如今已经死了三个人了 接下来你们更要注意安全 回到急速拥兵团 赫尔木特结结实实挨了一拳 臭小子 你知不知道 刚才你差点就没命了 也是 从上一次跟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就该留一个心眼 这事也不能怪你 总之 你以后不要一个人到处跑了 知道了吗 这种感觉 急冰了 又温暖 不禁让我想起了达里恩 这就是人类的感觉吗 时间来到第二天 我们昨天夜晚遭到魔物的袭击 已经失去了一个佣兵 所有人尽量保存 尽快离开这片森林 我不允许再有人牺牲 佣兵团在这几天里 遭受了几次的魔物袭击 塔尼亚说道 该死 佣兵团大多的人都受伤了 没想到 他们会没日没夜不停的袭击 福恩说道 我们应该庆幸 没有出现伤亡 幸好霍尔木特会用剑 还能照顾一下飞恩 看来飞恩这家伙 具备了一点生存 塔尼亚心想到 果然那时候是我看错了吗 赫尔木特 福恩说道 现在最让我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魔物只盯着 我们这支佣兵团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今天几乎没有参与战斗 他们肯定不会支援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加强警戒 我们佣兵团所有人 无论如何都要活着离开这里 晚上的马车里 麦尔斯说道 保罗 其实你也知道 现在魔物们一直在 集中攻击队伍的后方 我知道你跟急速佣兵团有矛盾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是不是应该出手帮忙 保罗说道 我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们更应该追求效率 麦尔斯反问 追求效率 保罗接着说道 办法很简单 当急速佣兵团 引起魔物注意 我们迅速离开这片森林 麦尔斯怒吼道 我绝对不会那么做 你们难道不讲道义吗 麦尔斯大人 您现在需要冷静 道义 信誉 这些字眼 确实很高尚 但是 比这些更重要的 难道不是自己的命吗 当然 如果麦尔斯大人 有更好的方案 我一定会尊同 我只是跟您说出 我的计划而已 麦尔斯大人 决定全在您手里 急速佣兵团 向着森林外围走去 塔尼亚说道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没想到这几天 一直被袭击 我们的人马 已经筋疲力竭了 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才能离开这里 塔里克的那些家伙 根本不打算帮我们 而且 他们从今天早上开始 一直在看我们的眼色 就算我们之间有矛盾 也不能这么过分吧 这些家伙 想干什么 怎么突然开始加速 福恩突然想到什么 说道 难道 他们看到我们 佣兵团被魔物集中攻击 所以干脆拿我们当诱饵吗 该死 我们被算计了 被他们抛弃了 赫尔木特星想到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现在想追上去 已经晚了 我们已经被魔物包围了 那帮家伙 居然想把我们 当成祭品送给魔物 为自己保命吗 这样下去 这支佣兵团 还有几个能活着离开这里 如果我出手 他们会不会怀疑我 怀疑我的身份 怀疑 我是不是和他们一样 是个人类 但是现在所有的顾虑 我已经把在乎了 又不希望这些人 死在这里 达里恩 虽然我还记得你说过的话 但是 这一次 我选择相信人类 大家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看到的一切 都要保密 不能泄密 说完便拔出剑 众人惊恐说道 等等这 这是什么 是胜利吗 赫尔木特没有停留 直接冲向魔物 只见他在空中一个旋转 就斩杀一大片魔物 落地时 再次击杀一只魔物 魔物们看到此 吓得纷纷厚 被想要逃走 赫尔木特也没有放过他们 回头看去 只剩一只魔物 但那瑟瑟发的 赫尔木特丝毫没有犹豫 将其斩杀 佣兵们纷纷说道 太疯狂了 奇迹这就是奇 赫尔木特心想到那只魔物手里 看到自己的手下死光了 就这么跑了 真是卑鄙的家伙 菲恩问到赫尔木特 你怎么会胜利的 赫尔木特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 我只是身体恢复了而已 塔尼亚心想到果然 当时我没有看花眼 他是怎么做到了 我到底捡了个什么怪物 伯恩还在震惊中没会过神 胜利划行 连我这个二级佣兵都做不到 赫尔木特问道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应该不会再有危险 伯恩说道 首先 我们得走出这片森林 还得追上那些抛弃我们而去的人马 与他们会合 赫尔木特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离开这片森林后 我还没有想好去哪里 但是在那之前 我想继续跟你们一起 我还没有收到委托费呢 菲恩打拒道 没想到他还挺时尚 塔尼亚一拳将他打飞 伯恩转身 看着塔里克佣兵团离开的方向说道 那么 我们先追上那些家伙吧 昨天难得好好休息了一晚 感觉身轻如燕 急速佣兵团的佣兵说道 我觉得连伤口都开始愈合了 塔尼亚看着地面的脚印说道 看来他们已经连夜赶路了 难道他们已经到达森林外围了吗 菲恩说道 按照原计划 他们穿过森林之后 会在第一个村庄休息 我们也许会在那里碰到他们 佣兵听到这话坏笑起来 菲恩看到他们这样 也打了个寒战 赫尔木特突然抬头 说道我们感觉到 魔器正在汇聚 应该是塔里克佣兵团在战斗 按照现在的速度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魔物的首领也在那里 菲恩惊诧说道 等等需要一个小时的距离 你居然能感知到 这么远的地方发生 以到底怎样的境界 赫尔木特说道 如果我们加快速度 应该能减少一些时间 塔里克应该能撑到我们到达 可恶 为了他们 我还要见那只猴子吗 我们能不能不管他们 另一个佣兵出群说道 笨蛋 我们还得收钱 菲恩说道 我们是佣兵 不是复仇主 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 完成委托的工作 塔里克的那些家伙 先把委托完成后 再考虑之后的事情 塔尼亚说道 没错 我们可是急速拥兵团 我们跟偷奸耍滑的 塔里克不一样 对吧 菲恩说道 很好 我们现在出发 来到塔里克拥兵团这边 他们在右边 保持阵型 该死 现在才过了一天而已 瞬间 保罗后背一凉 出现在只魔物首领 保罗心想到 真是雪上加霜 这家伙阴魂不散 竟然追上来了 难道急速拥兵团 还不够他吃饱吗 保罗瞬间 跳开魔物的攻击范围 贴见塔里克 另一个二级拥兵 落地后说道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死 如果我们现在留守 应该没人看得到 我们就不用担心 民生受损了 瞬间两个人迅速逃云 麦尔斯愣了愣心想到 是我失算了 我不应该相信 塔里克拥兵团 当我决定 抛弃急速拥兵团的 那一刻起 我就应该想到 会这样的下场 此时一道紫色胜利闪过 来人竟然是赫尔木特 赫尔木特举起 剑与魔物对抗着 魔物手里 被打得连连后退 赫尔木特阴沉着脸说道 我叫你放下他 魔物也被赫尔木特的 胜利给吓到 随后将那个拥兵抛出 赫尔木特接住后 回想到之前 福恩说道 赫尔木特 能不能老你先过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如果塔里克拥兵团 能团结一致 或许还能一战 赫尔木特心想 估计这些伤人都会被杀掉 既然胜利也恢复了 现在只剩下对付你了 我会全力以赴的 魔物 说完便一剑 滑向魔物首领 魔物首领受到攻击后 发出售后 赫尔木特心想到 他是我在破灭之森 以外遇到的最强的魔物 但是 我一定能赢 千万不要大意 随即将更多胜利凝聚到剑上 赫尔木特一剑刺上 却被魔物首领用双手接着 瞬间爆发出 比起之前更强大的魔器 赫尔木特心想到 他的魔器在一瞬间突然暴增 难道他能吸收周围的魔器 魔物再一次袭来 赫尔木特一跃而起 一剑下去 却对魔物没有丝毫伤害 赫尔木特心想到 果然 用原来的力度 根本行不通 既然如此 必须加强力度 与魔物对拼在一起 赫尔木特却被再次击退 心想到 如果不能一击杀掉他 可能会很麻烦 魔物首领在这时 魔器再次增强 看来 其他的魔物 也被你吞掉了吧 魔物没有停留高高 月起 此时的魔物 让赫尔木特回想起 与那时对抗时的场景 赫尔木特将近举起说道 就算你把所有的魔器 吸进身体里 你还是比那家伙弱 说完 携带着恐怖的胜利 向魔物击取 急速拥兵团 向着赫尔木特跑去 赫尔木特站在 魔物首领旁边 弗金恐说道 是你一个人干掉了这家伙 赫尔木特回答道 是的 我赶到这里时 这些人已经死了 弗恩说道 看他们的样子 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 也就是说 队长抛弃了他们 自己逃走了 真是一些既没有义气 也没有责任心的家伙 忽然一个拥兵喊道 这里还有一个活口 是迈尔斯先生 弗恩说道 没想到委托人还活着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先确认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幸存者 之后尽快离开魔物活动区域 随后迈尔斯苏醒过来 看着眼前的弗恩说道 我真的很抱歉 我当初不应该抛弃你们的 幸好我死后 还能有机会向你道歉 弗恩无奈说道 迈尔斯大人 你还没死快醒醒吧 迈尔斯食指向扣 感谢上仓 弗恩突然说道 既然我们救了你一命 现在开始 我们谈谈关于钱的事情吧 迈尔斯接过委托单 颤抖地说道 你们要总收益的八成 弗恩说道 这还是顾及你的损失后 才定的八成 你要感谢我们 还愿意继续完成委托 尽管你之前背叛了我们 但我们还是救了你一命 能不能掉到七成 我还需要给那些阵亡的佣兵 发布偿尽 弗恩挥了挥手说道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如果你不愿意 你可以自己走 委托品 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好吧 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很好 接下来 你跟我们讲讲吧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究竟要送到什么地方去 迈尔斯说道 我们接下来去见的委托人 就是被称为 安提奥尔的魔法师 我们需要转移的物品 他来自魔法师们 无法踏足的地方 鲁门神殿 你们也知道 神殿的力量超乎我们的想象 千年前打败魔王的那个集团 至今依然健在 这个集团曾经的职责是 保护世界 免受魔器侵害 但是如今 他们已经失去了初心 他们以保护为名 四处敛财 和扩大自己的权势 因为借用了神圣之力 大部分的国家 都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下 他们无法控 对魔法师 所以 他们可能一直在暗中图谋 如果让神殿知道 那件东西是通过我们维坦商会获得 不仅是商会 所以有关人员都会受到牵连 因为神殿的力量太强大了 赫尔木特突然问道 那个叫安提奥尔的魔法师很有名吗 当然 几年前发生了一件 差点毁掉神圣结界的事件 那些大城市 为了阻止魔物入侵 都设置了神圣结界 但问题是 这个结界也能感知到魔力 所以导致魔法师 差点毁掉整个城市的结界 赫尔木特心想到 一位能撼动神殿结界的大魔法师 神殿最终也没能清掉我体内的黑暗之种 所以他们 才会把我送进破灭之森 既然神圣之力 无法消除黑暗之种 不知道魔法能不能做到 我在破灭之森见到的 那个黑魔法师 可是非常差劲 希望这次见到的 魔法师会有所不同 时间来到傍晚 福恩找到赫尔木特说道 我想和你聊聊 谢谢你 保护了急速拥兵团 除此之外 当你离开我们 去寻找记忆的时候 如果陷入危机 或许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以急速拥兵团的名义保证 一定会去帮你 你是我们所有人的恩人 赫尔木特说道 我也是你们的同伴 可以互相信任的同伴 赫尔木特和急速拥兵团 他们来到一片荒地 麦尔斯说道 终于到了 麦尔斯下车以后 拿着一条吊坠 放开的瞬间光芒四舍 福恩说道 我们正在穿越空间 我以前只是听说过魔法而已 没想到会如此超乎想象 这就是大魔法师吗 突然众人眼前一亮 看见前方不再是荒地 而是有一座城堡 前面还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微笑道 你们终于来了 欢迎你们的到来 来自维坦商会的客人们 话说回来 没想到你们的人数这么少 马车上到处都有 生命力消失的痕迹 应该死了很多人吧 麦尔斯回答道 是的我们在途中 遇到了巨大的魔物 现在只剩下三成的人啊 看来你们这一路 历经了千辛万苦啊 既然如此 委托费加上魔物尸体 我给你一十五万马克币吧 菲恩惊恐说道 十五万 不是开玩笑吧 赫尔木特星想到 这个人类很强 他拥有和耶鲁古不一样的力量 而且他能完全隐藏自己的魔力 这就是大魔法师的实力吗 此时安提奥尔突然转头 和赫尔木特对视上 然后说道 这倒是让我感到很意外啊 少年啊 有时候我们魔法师能够窥见真相 尤其是赫尔木特说道 我劝你别再继续说下去了 安提奥尔抬起手 释放一道魔法屏障 说道真是个冒失的孩子 看来你需要保密 对吗 至今为此 我接触到了很多这个世界的秘密 而且我一直以来很尊重那些真相 然后手中再次凝聚魔力 这是魔法师的誓言 如果不遵守誓言 将会受到巨大的魔力反噬 好了 特别的少年 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赫尔木特问宝 我想问您一些事情 安提奥尔说道 是不是关于隐藏在你心脏深处的 那没黑暗之心 我直说吧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黑暗之种 就是你的心脏 如果除掉它 你也会死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可以碰住黑暗之种 而且 居然还没有被神殿发现 真是太有趣了 赫尔木特心想到 他难道没有想过 我是从破灭之森出来的吗 好久没有 碰到能让我这么感兴趣的事情 我会一直关注你的 特别的少年 如果有一天 你被黑暗之种吞噬 那么 我会阻止你 既然人类能够预测命运 那么 想要改变命运 也只有人类才能做到 只要你足够强 也许你就能把黑暗台在脚下 随后散去魔力 福恩找到赫尔木特说道 这是全部报酬的八成 这是你应得的那一份 虽然我想再多给你 但是 这次拥兵团的其他成员 也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所以 我想给他们支付一些报酬 福恩转过身去马车 寻找着什么 随后拿出一袋行李 说道 这是你的行李吗 我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发现的 好像没有人认理 赫尔木特回想起 这是从破灭之森 带出来的行李 我还以为丢失了 没想到原来在这里 谢谢你福恩 不用客气 其实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你是我们拥兵团的恩人 祝你一路顺风 赫尔木特点了点头 突然飞恩喊道 委托终于结束了 我终于可以带你 去参观拥兵团 总不了 赫尔木特打断菲恩说道 我恐怕不能 和你一起回到拥兵团了 菲恩问道 你打算就这样走了吗 难道你不想去拥兵团 总不看看吗 塔尼亚抓住还要讲的菲恩 说道赫尔木特 因为临时证书的上限只有三级 所以我把你的等级 提升到了三级 赫尔木特说道 这已经足够了 塔尼亚紧接着说道 好吧 看来你现在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比你记忆还要重力 对吗 我不想把气氛搞得太煽情 所以我长话短说吧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福恩说道 赫尔木特 如果需要帮助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我一定会遵守自己的承诺 赫尔木特转身离开时 想起达里恩 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就像达里恩离开我的时候 就像离开艾拉家的怀抱石一样 但是如果我继续做拥兵 难免经常遇到魔物 黑暗之种会乘机吸收魔气 如果被种子吞噬 应该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吧 我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阻止它 也就是说 方法只有一个 我要变强 我要强大到 连黑暗之种都不敢反抗 一个酒馆 只见两个人来到这里 正是塔里克拥兵团逃离的两个 突然马斯说道 保罗 你快看那些家伙 保罗震惊地看向窗外 那些家伙怎么会 他们到底是怎么从那个地方 活着逃出来的 马斯说道 先不要想这些 快躲起来 飞恩突然回头 好似察觉到了什么 回头却发现 酒馆空空如雨 塔尼亚问到怎么了 飞恩挠了挠头说道 没什么 只是感觉有点奇怪 我好像听到什么 我们完蛋了 还以为前复一段时间 就可以完美地掩盖这一切 难道那个魔物 有很明显的弱点 保罗说道 早知道会变成这样 那时候 应该掀灭了急速佣兵团 马斯抬头看向天空说道 我们的 所作所为 迟早会传遍整个工会 我作为二级佣兵 竟然还要担心生计 保罗咬牙说道 没错 毕竟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们可是二级佣兵 保罗转身里开说道 与其等着饿死 还不如落草为扣 回到赫尔木特这边 赫尔木特抚摸着手中的怀表 心想到 有点迷茫 因为黑暗之中 我不能继续留在佣兵团 而且这个怀表也需要线索 我为了来到这里 已经花费了三天时间 所以 人类的世界 应该是无比辽阔吧 对了 佛恩好像给了我很多钱 虽然不知道 这些钱算不算多 比起达里恩给的钱 我挣得好像更多一点 赫尔木特撇见行李里有一封信 赫尔木特打开信发 现在既然是达里恩写的信 赫尔木特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这意味着 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意味着你成功地逃出破灭之森 也许 你现在很可能 无法适应这个世界 因为你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 和外面的人不一样 当然 我并不认为这是你的错 所以你不必太难过 没想到我 居然开始为你担心了 看来我的确寿命将近 我们言归正传 如果你正在毫无目的 到处流浪 我建议你去巴登看看 在那里不分高低贵贱 所有的学生凝聚在一起 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你的出身 当然 你一个人肯定进不去 所有你需要先去找一个 叫伊丹库德罗的人 见到他之后 就把我送给你的剑给他看 他自会明白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克服接下来的考验 希望你能保重身体 赫尔木特看着手中的信 自己有一些颤抖 达里恩 原来你当时已经虚弱到 无法正常写字了 赫尔木特将信封收好 此时店员端上热腾腾的饭菜 客人 这是你点的菜 一共15马克币 赫尔木特将一块金币递出 店员震惊地说道 这是1000马克币 赫尔木特说道 今天我要睡在这里 那个费用也一起算上 您是想住宿 好得我知道了 此话也被在一旁喝酒的人听到 赫尔木特想到 这些委托费 没想到还是一笔巨款 赫尔木特将钱收好后想到 今天晚上先在这里睡一晚 明天就出发 突然一声大叫 喂 小鬼 看来你很有钱啊 赫尔木特只是平静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 这个男人凶神恶煞说道 我刚才看到 你带了很多钱 不如借点9000给我们 好不好啊 大概2万马克币应该就够了 赫尔木特看着眼前的人 这些人是谁 说道我不见 男人怒笑道 你小子是不是疯了 你竟敢顶嘴 赫尔木特歪着头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听到此话 男人就是一拳打了上去 我说了不见 你聋了吗 旁边的小弟也举着拳头冲了上去 赫尔木特微微侧身 轻松躲开攻击 然后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使他在地上连滚了几圈 你到底是什么人 赫尔木特说道 我是雍兵 说完就将桌子踢了出去 滚吧 别再来打扰我 男人捂着脸说道 你以后走夜路小心点 敢和我们作对 你等着挨刀子吧 赫尔木特心想到 看来像科洛普一样的人类 真是无处不在啊 太烦人了 店员慌张说道 您快逃跑吧 黑鹰团已经向您宣战了 赫尔木特转过头问道 黑鹰团是什么 店员解释道 他们可是能在暗黑世界里呼风唤雨的盗贼团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前科 只要前到位 也会做杀人越后的勾当 赫尔木特心想到 没想到他们这么难缠 不如现在就解决他们 他们回来好 你就告诉他们 我去了后面的森林 房间记得给我留着 说完 赫尔木特便向门外走去 来到森林深处 赫尔木特坐在树上 我在佣兵团时 知道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这个世界有很多和魔物一样的人 相反 还有一些人类 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 也会守护对方 人类比我想的还要复杂 达里恩 你说过 在人类的世界里 不能用力量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 这种时候 如果我不使用力量 该怎么解决问题 不过 我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 当遇上魔物一样的人类时 我要把他们当成魔物对待 既然是你们先动的手 死在我手里 也不冤吧 赫尔木特落地后心想到 他们就是黑鹰团 没想到这么轻松 把这几个家伙干掉了 跟福恩相比 不对 他们比塔尼亚都弱 塔尼亚在人类之中算强者嘛 看来我需要和更多的人战斗 才能搞得清楚 总之 天亮后 我就要出发了 还是先回旅馆休息一下吧 突然赫尔木特的心脏发出刺痛 为什么这个时候 种子会发作 不是只要远离魔器就可以了吗 我除掉魔物的时候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 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 和之前唯一的不同 这次是和人类厮杀 难道这样会滋生黑暗这种吗 如果被人发现 是我杀了黑鹰团的人 就会一直有其他人追杀我 我太傻了 居然还在期待和人类战斗 以后还是尽量避开他们 我需要尽快到达巴登 来到黑鹰团这边 门口走进来两个人 正是之前逃离佣兵团的两人 黑鹰团团长说道 欢迎你们 这几年好久没有像你们这样的高手 我真的很高兴 但是我们这边出了点情况 而且 总不能没有条件让两位加入吧 保罗咬牙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需要你们提交一份投名状 这里有合适你们的工作 保罗说道 原来如此 除了实力外 你还要看 我们合适黑鹰团的工作 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据说这几个人和一个佣兵产生了冲突 我们在树林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等你们完成这件事情 就可以顺利加入 保罗说道 好吧 他现在在那 黑鹰团团长说道 发现尸体后 到现在为止 没有过去多长时间 他应该还没有走远 时间来到第二天 赫尔木特站在佣兵工会门口心想到 没想到我这么快又来接受委托 但是 如果我想在人群中不被发现 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随后赫尔木特进入工会 欢迎光临 这里是佣兵工会 咦 小朋友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想要一份委托 赫尔木特将塔尼亚 给的佣兵证书 拿出 原来你是急速佣兵团的人 你看着好年轻啊 真厉害 而且还是三级 赫尔木特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 我只是觉得很厉害 毕竟这么年轻的三级佣兵很少见 你刚才说要接受委托 赫尔木特说道 我现在准备去 巴登 请问 有没有顺路的委托任务 巴登是个大城市 所以有很多护送委托 随后工会成员递出一份委托说道 一份护送贵族小姐的委托 报酬是800马克币 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委托 不过 有一个附加条件 赫尔木特问道 条件是什么条件 那就是 这个佣兵 必须让小姐觉得帅气 赫尔木特走进一家服装店 回想起工会成员说过 自古以来 佣兵在面对贵族委托人时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要么名声远播 要么让人印象深刻 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 那至少要衣冠整洁 店员说道 原来你要高级的衣服 我正好有一件 来看看这件如何 魔物穿上这件衣服 也能秒变贵族 店员还在努力推销着这件衣服 赫尔木特直接问道 所以 这件衣服需要多少钱 店员看着价格说道 2000马克币 赫尔木特心想到 这次委托才800马克币 早知道换一份委托了 回到工会这边 我的天啊 气质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果然是人靠衣装 马靠安 对了 我把你的信息给他们发过去了 工会大门突然打开 走进来的 正是此次的委托人 他迈步走到赫尔木特面前说道 的确很年轻 而且个子很高 姿势也很端正 很好 看起来很不错 就你了跟我来吧 赫尔木特回头行了一礼 随着委托人走出工会 随即来到目的地 赫尔木特问道 这里是 管家说 是侯爵小姐赞助的旅馆 赫尔木特心想到 窃利尔侯绝辅 很高的地位 就是指这些吗 大殿中的护卫说道 管家先生您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那个佣兵吗 看起来好年轻啊 管家说道 佣兵工会已经验证过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实在不行 你再教教他 护卫说道 好吧 我知道了 很高兴见到你 我叫凯德里克 赫尔木特也伸出手说道 我叫赫尔木特 小姐现在在哪 护卫说道 他在餐厅用早餐 好吧 我们一起去餐厅 哎呀 真是的 您对我真的太亲切了 居然还担心我 其实 我不太习惯 吃这种小旅馆的食物 我们家的厨师 手艺比这好多了 如果阿瑞亚大人 能有时间来我们家就好了 随后 赫尔木特他们走进餐厅 管家说道 珍妮亚小姐 这位 是这次新雇佣的佣兵 珍妮亚说道 佣兵什么都无所谓了 只要你觉得不错 自己看着办就行 我还要继续阿瑞亚 大人聊天 阿瑞亚突然站起说大 不用了 马上就要出发了 我也该进去做准备了 阿瑞亚从赫尔木特身边走过 赫尔木特心想到 他有点奇怪啊 赫尔木特心想到 我肯定 没有看错 虽然还不知道 他是什么来头 但是他和普通人确实不一样 赫尔木特问道 那个叫阿瑞亚的人 也是护卫吗 管家解释道 不是的 那位是珍妮亚小姐请来的客人 听说他在巴登的格雷塔学院很有名 我们只是偶然遇到了他 是小姐认出了他 并邀请他一起同堂的 赫尔木特说道 小姐也要去巴登的格雷塔学院吗 管家说道 对 他是去参加入学考试 毕竟已经14岁 正好我的目的地 也是格雷塔学院 管家说道 离出发时间 还有两个小时左右 你也去准备准备 再去马厩借匹马吧 时间来到傍晚 赫尔木特坐在马背上心想道 没错了 我第一次见他 就觉得很奇怪 如果是因为魔法 那就说得通了 但现在我还不知道 这是什么魔法 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对自己使用魔法 真让人好奇啊 看来我还得继续观察 来到车内 阿瑞亚和珍妮亚小姐交谈着 阿瑞亚说道 学院的基本要求 就是希望学生能够自主求学 但是那都是入学之后的事情 珍妮亚小姐泪眼汪汪地说道 万一我入学考试落榜了 还有什么脸面告诉我的家人 如果您愿意 我可以为您推荐一位合适的教师 而且是一位精通入学考试的教师 虽然我很感谢您的好意 但我平时比较认生 所以能不能拜托您当我的老师呢 阿瑞亚连忙打断道 这恐怕不行 因为我也要为新学期做些准备 珍妮亚小姐 长途跋涉 您不如休息一下 怎么样 在外偷听的男主 撇着嘴心想到 我还以为能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白听了 来到黑鹰团 团长说道 如果我们杀了贵族 事情会变得很麻烦 想个干净力度的方法 杀他一个人 保罗说道 他一个年轻的小傭兵 我们有必要兴师动众吗 团长说道 小心使得万年团 而且对敌人穷追不忍 是我们黑鹰团的精神 保罗说道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 很合我胃围 时间来到晚上 赫尔木特在森林里独自练戏 现在的胜利 比在破灭之森时 进步很多了 但是我总感觉 什么地方被堵住了 最近没能坚持肌肉锻炼 而且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 连胜利的修炼也被耽误了 不知道去了格雷塔学院后 我能不能更加专心修炼呢 更重要的是 我还需要寻找 关于除掉黑暗之种的线索 突然赫尔木特 察觉到了什么抬头望去 刚才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难道是猫头鹰吗 解除鹰眼 他的感觉真的敏锐 如果看的时间久了 很可能会被发现 即便如此 普通人应该察觉不到这些的 这家伙真是捉摸不透 阿瑞亚坐在床上思考着 虽然我见过很多 有实力的佣兵 但是很少有 这么年轻的三级佣兵 时间来到第二天 差不多快到饭点了 休息一下 再走怎么样 另一个护卫说道 好的 再走一段路有个泉影 我们再拿喝点水 润润嗓子吧 管家说道 来大家准备在这里吃饭吧 女仆们将美味呈上 旁边的佣兵抱怨道 凭什么他们吃的是沙拉和肉 给我们的 却只要一个面包 和一块肉干 赫尔木特心想到 好怀念菲恩做的饭 赫尔木特突然察觉到 这水味道怪怪的 难道这水里有毒 但是其他人看起来也很正常 难道是我弄错了 管家拿着手帕 擦去脸上的汗水说道 餐桌终于整理完了 感觉有点累 管家扭过头问道 小姐 东西都整理好了 我们可以出发 管家惊恐叫道 小姐 管家转身再次喊道 凯德里克 你在哪 凯德里克 此时管家也坚持不住 亮枪倒地 赫尔木特看见众人倒地 将手中的水倒在地上 忽然走来挤人 正是黑鹰团派来刺杀的人 保罗说道 竟然还用上了迷药 真是多此一举 黑鹰团成员说道 如果在战斗中误杀贵族 那就麻烦了 等等 他看着眼前站着的赫尔木特说道 为什么你没有睡着 保罗问道 这不是急速拥兵团那小子 你小子怎么会在这里 保罗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说道 难道 是你小子杀了黑鹰团的手下 赫尔木特说道 你们是塔里克拥兵团的二级拥兵 当初你们不知所踪 原来你们加入了黑鹰团 你们两个叛徒 保罗争鸣说道 小家伙 你还不知道 自己现在是什么处境吗 赫尔木特将剑拔初心想到 敌人有点多呀 突然一道魔法将保罗击退 阿瑞亚淡然说道 放下武器 然后给我滚 否则有你们好看 保罗说道 不是说花了很多钱 才让他们睡着吗 怎么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赫尔木特撇向后面的阿瑞亚 阿瑞亚说道 别分神 集中精神对付眼前的敌人 以这个扫把心 保罗将剑抵在 飞鹰团成员脖子上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没有想到 他们会有魔法师 保罗说道 我不该对你们飞鹰团抱有期待 你们什么 也不用干负责善后吧 我去会一会 那个愣头情 说完就和赫尔木特 对抗在一起 马斯靠近阿瑞亚说道 只要你乖乖地待在那里 我保证你走的时候 不会太痛苦 阿瑞亚说道 如果魔法师一动不动 那只能说明 这个魔法师已经死了 城镇外的森林里 两道身影穿梭其中 保罗嘲笑道 怎么 刚才的自信去哪了 看看你现在多狼狈 赫尔木特心想到 两名二级佣兵 再加上一帮强盗 如果我一个人 这场战斗肯定很艰难 幸好还有一个高手队 保罗抱贺一声 去死吧 随后 一道强烈的胜利 向赫尔木特袭取 掀起大量的烟尘 你这家伙怎么回事 实力差得连普通傭兵都不如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烟尘中赫尔木特说道 别着急 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应该谢谢你 谢谢你一直追到这个地方 保罗怒吼道 什么 你瞎说什么 是我把你赶到这里的 赫尔木特手中凝集着胜利说道 你错了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保罗不敢相信地说道 胜利 你这家伙 你不过是四级的垃圾而已 说完便向赫尔木特攻击过去 赫尔木特轻松躲开后 将携带着大量胜利的 剑向保罗劈去 保罗只能眼睁睁看着攻击击中自己 保罗躺在地上颤抖地问道 怎么可能 你这个小家伙 怎么会拥有如此强悍的胜利 赫尔木特说道 你没必要知道 带着你的手下赶紧给我滚 这次我饶你一米 保罗说道 你是想让我向你求饶吗 你干脆杀了我吧 与其向你耻辱地求饶 还不如一死地知 耻辱 之前你为了活命 抛下了同伴 那个时候 你没有感到耻辱吗 看来你的羞耻心 比你同伴的性命还要轻易 来到阿瑞亚这边 马斯艰难说道 你这个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 阿瑞亚说道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是魔法师 我对你们要做的什么都没有兴趣 但是如果你们敢妄碍我 就别怪我不客气 随后射出一道魔力 将黑鹰团成员击溃 马斯说道 你这个黄头想了 好大的口气 说完便向阿瑞亚攻击过去 但是阿瑞亚 是一击变 将他击飞 阿瑞亚说道 看来要带你们一起 扒灯了 乖乖地别动 阿瑞亚看向 刚刚将马斯击飞的地方 心想道 真是 一不留神 这家伙就逃掉了 马斯喘着粗气心想道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没想到黑鹰团 想要除掉的人 竟然是急速佣兵团的 那个小佣兵 而且 也没有人说过 还有魔法师啊 这件事情 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 变得这么糟糕的 突然赫尔木特 从一旁经过 怎么回事 为什么 这家伙身上 一点伤都没有 保罗呢 他怎么样了 难道 这个家伙竟然把 保罗给打败了 赫尔木特 向后看了一眼 心想道 看来那个人类很强啊 赫尔木特回到营地 阿瑞亚说道 你居然还活着 随后将绳索 丢向赫尔木特 给我捆住他们 赫尔木特问道 他们已经被你捆住了 阿瑞亚说道 我要把他们 带到巴登的监狱 而且 我不想为了这些家伙 浪费我的魔力 赫尔木特突然呆住 达里恩跟我说过 监狱是一个 把犯错的人类 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我怎么没想到 这种办法 早知道不放过 那些家伙离开了 真可惜 阿瑞亚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睡着 赫尔木特愣了愣回答道 因为我没有喝泉水 突然一道魔法 沿着赫尔木特头部 擦过 你以为我没看到吗 赫尔木特反问道 你又是为什么没有睡着 我也看到你喝水了 我是魔法师 可以进化泉水 赫尔木特打断道 是因为那个一直 围绕在你身体表面的魔法 你能看到这些 不是很明显 只是感觉到一些 那你为什么一直假装不知道 赫尔木特站起身道 因为不怎么好奇 而且 既然你有意要隐瞒 我也没必要继续追问了 阿瑞亚转过身踏步离开 嘴中嘟囔着 自作聪明 这个讨厌的扫把心 谢天谢地 差一点就出大事了 这次真是多亏您 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的这份恩情 阿瑞亚说道 小事一桩 既然与你们同行 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不需要你们报答 阿瑞亚偏向赫尔木特说道 而且 这次的袭击 那个佣兵也帮了我很多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喝了泉水也没有睡着 赫尔木特凝视着道 药物一向对我不起作用 管家点了点头道 我好像听过这种体质 这次也非常感谢你 既然你是佣兵 等到了巴登之后 我会另外致富 话还没讲完 就见珍妮亚冲了过来 阿瑞亚大人 是您在危机时刻救下我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报答阿瑞亚大人的恩情 请您一定要和我结 婚还未讲出 就被阿瑞亚打断 我在家乡 已经有未婚妻了 我从学院毕业后 就马上和她结婚 珍妮亚瞬间识话 护卫说道 抓紧时间 准备赶紧上路吧 走了一晚上 终于到巴登了 随着管家的视角望去 这便是 此次旅途的终点 赫尔木特感慨道 这里就是巴登啊 突然管家叫住赫尔木特道 小兄弟 这次辛苦你了 我会向拥兵工会 反映你的应用行为 随后管家拿出一个 鼓鼓的钱袋说道 这是一万马克币 除了委托费 剩余的 就当是家族 向你表示的感谢吧 赫尔木特接过钱袋 然后看向 即将离开的阿瑞亚 随着他一起 向城内走去 赫尔木特经过阿瑞亚后 停了下来 扭头说道 这一路谢谢你 你帮了我不少 阿瑞亚顿了顿 然后傲娇地扭过头 赫尔木特向前望去 心想到 现在 我要好好看看 这所传闻中的学院 赫尔木特走进城市内 好神奇啊 这里比之前去过的 所有城镇 都要大很多 而且人也很多 这种规模 才能算是都市嘛 因为城市太大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里 这里就是 格雷塔学院 赫尔木特走进大堂 那个叫伊丹库德罗的人类 他会在哪里 赫尔木特向一旁 奋笔疾疏的学员走去 学员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 赫尔木特说道 我要找一个人 他叫伊丹库德罗 他和我师父是故交 我能亲自去见他吗 学员提笔道 原来是这样 你的名字是 赫尔木特 一段时间后 学员带领着赫尔木特 穿过走廊 来到一扇门前 随着魔法的运转 门也随之打开 赫尔木特心想到 达里恩给我介绍的人类 他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赫尔木特走进去之后 只见一个人站在那说道 赫尔木特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赫尔木特心想到 这股气息 虽然没有达里恩那么强大 但是在我遇到的人类见识当中 他算最强的 一单说道 我再问你一次 你是叫赫尔木特 对吧 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赫尔木特将剑拔出说道 老实说过 只要您看到这把剑 就知道是谁 一单惊诧道 达里恩 这是达里恩的剑 天哪 他老人家还剑在吗 赫尔木特说道 没有 他已经死了 不久前 他阳寿已尽 离世了 是吗 原来他已经离世了 他失踪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曾经用家族 和自己的名字发过誓 总有一天 会偿还他的救命之恩 谁知道 已经没有机会了 既然这把剑在你手里 也就是说 你是达里恩大人的 最后一位弟子 是吗 赫尔木特回答道 是的 一单紧接着说道 好吧 既然他让你来找我 肯定是有要事所托 说吧 你需要我做什么 赫尔木特说道 我想 在格雷塔学院求学 好吧 一单说道 我想我知道 达里恩大人 为什么会让你来找我了 也许他觉得 我能够保护你吧 你今年多大了 赫尔木特说道 我不太清楚自己的年龄 一单心想到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长这么大 居然还不知道自己的年龄 赫尔木特说道 14 不对 应该是15吧 一单说道 算了 我看你现在的状态 再加上你露出气息 你就作为插班生 参加考试吧 正好这几天 其他学生也在准备考试 如果向学院公开 你就是剑圣达里恩的弟子 我想你不用考试 也能入学 毕竟剑圣弟子的身份 足以证明你的实力 赫尔木特看着腰上 佩戴的剑心想到 达里恩 没想到 你离世了还能帮助我 从破灭之森到现在 你一直在指引我 等等 达里恩 他是因为什么 才进入破灭之森的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连达里恩最信任的人 都不知道他去那里 而且 达里恩应该不是自愿 进入破灭之森的 这意味着 有人把达里恩送进了破灭之森 然后隐瞒了这件事情 如果那给把达里恩 送进破灭之森的人 知道了达里恩的弟子 进入人类世界 到时我不仅不能除掉黑暗之森 还有可能重新被流放到破灭之森 赫尔木特皱眉说道 不能这么做 一旦问到为什么 赫尔木特紧接着说道 我暂时不能告诉您原因 如果我的身份公开了 很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一旦怒吼道 你说什么 难道还有人敢对达里恩 大人的弟子动手不成 赫尔木特说道 时机成熟之后 我会向您解释这一切的 所以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 一旦说道 好吧 我知道了 既然你不愿意说 我就不强求了 既然这样 当务之急 先准备考试吧 随后 带着赫尔木特 走向修炼室 一旦说道 既然贱胜能收你为弟子 说明你天赋过人 但是考试是公开的 我需要知道你的真正实力 来吧 斩了它 你要用你身后的木剑去斩它 一旦心想到 这些木剑的材料是白画术 算是比较坚硬的材质了 他这年纪 不管花多久时间 只要能斩断木块 都算是很高的成就了 但是 这个孩子给我的感觉 飞腾寻常 在一旦震惊的目光中 赫尔木特紧凭一击 便将木块击破 紧接上集 一旦看着赫尔木特感叹道 好强 年纪轻轻 竟然会有这种实力 不亏是达里恩的弟子 赫尔木特将剑搭在肩上问道 这样算合格了吗 一旦心想到 光凭剑术 就已经够强了 我都不敢想象他的知识 会有多么远博 一段时间后 一旦颤抖着拿起试卷 平均分才四分 全部瞎写 也不至于考出这样的分数吧 而且 现在离考试 只剩下半个月 这下糟糕了 以你现在的成绩 想要入学绝对不可能 赫尔木特问道 您来教我不行吗 一旦说道 学院不允许教授私自辅导 被发现会很麻烦的 而且 一般情况下 是由同一学院的学生 做课外辅导 但是现在临近考试 有实力的学生 应该都有自己的学生 赫尔木特突然想起 那个魔法师 在这个学校很有名 而且非常优秀 赫尔木特问道 您认识一个叫阿瑞亚的学生吗 一旦说道 阿瑞亚我当然认识 去年她是第一个 在学院的魔法学服考试中 获得了满分 并以首席的身份入学的学生 赫尔木特心想到 首席什么意思 算了 应该是优秀的意思吧 反正除了那个魔法师 我也不认识其他人 想到此赫尔木特转身说道 既然如此 我就去问问那个学生吧 一旦一脸困惑说道 你要去找阿瑞亚 当然 以他的实力 教你绰绰有余 等等 你怎么会认识阿瑞亚 赫尔木特 视角来到阿瑞亚这边 阿瑞亚说道 你想让我给你辅导功课 我记得 我们不是朋友吧 居然想让我给你做辅导 我最讨厌教那些愚蠢的家伙 尤其是那些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见识 阿瑞亚挥了挥手道 我没有闲工夫 给你做辅导 赫尔木特说道 我只需要通过笔试就可以了 听说以你的实力 一定可以 让我通过考试 阿瑞亚傲娇着说道 不干 绝对不干 阿瑞亚转身便向屋内走去 赫尔木特说道 我不会让你白白帮忙的 我可以给你钱 阿瑞亚听道这话 突然定住 钱 你想用钱买我的知识 阿瑞亚扭过头问道 你能拿出多少钱 我倒要看看 就凭你一个佣兵 能拿出多少钱来雇佣我 你说个数吧 你这个臭小子 十万马克币 而且不许赦账 必须先给钱 拿不出来了吧 你想用钱买下我的知识 真是痴心妄想 话还没讲完 就被赫尔木特打断道 可以 我先去拿钱 明天开始上课吧 阿瑞亚瞬间顿着问道 你来真的 你是认真的吗 这可是一笔巨垮 赫尔木特说道 离考试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希望明天就开始 阿瑞亚向后退了一步 假装镇定说道 如果明天你拿不出钱 辅导功课的事情就作废 阿瑞亚转身就冲进图书馆 赫尔木特也向远处走去 一位学员突然冒出说道 真是稀奇 没想到阿瑞亚 竟然还有这种朋友 次日 赫尔木特来到约定的地点 阿瑞亚心想道 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过来了 这个家伙 赫尔木特将钱贷递出 给你 正好是十万 阿瑞亚心想道 该死 早知道昨天就该拒绝他 都怪我好圣心太强 就不敢漫天要价 算了 就这样吧 只是辅导功课而已 应该没问题 此时的天空 由晴空万里 变得乌云密布 紧接上级 阿瑞亚带着赫尔木特 正在图书馆进行测试 阿瑞亚心想道 这个家伙 和他近距离接触 我才发现 这个家伙一大堆问题 明明学习能力 远超那些魔法学府的学生 阿瑞亚突然张口问道 喂 你是不是 以前一直 一个人住在森林里啊 赫尔木特一愣 然后偷偷撇向阿瑞亚心想道 我果然没有看错 上次做委托任务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家伙不简单 没想到他竟然能看出 我来自森林 看来我需要更加谨慎一点了 赫尔木特假装正定问道 怎么了 阿瑞亚说道 在我看来 你的注意力非常好 而且 记忆力也是不错 学习也很努力 阿瑞亚拍向桌子说道 但是 你为什么连基本的道德观 和常识都没有 你看看自己刚才考的道德考试 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关乎我的名声 阿瑞亚大吼道 所以 你必须给我考进这所学院 听明白了吗 时间转瞬即逝 两周后 格雷塔学院的图书馆 两个小迷妹看着阿瑞亚说道 阿瑞亚大人 居然来到考场了 他今天也好帅 他在等谁啊 另一个人说道 还能有谁 阿瑞亚大人从几周前 开始辅导的那个考生 阿瑞亚挑眉问道 考完了吗 学院为什么偏偏在图书馆里 安排考试 赫尔木特说道 嗯 我想是因为安静吧 阿瑞亚吐槽道 你不用这么认真地回答我 总之 我为了给你辅导功课 把书都落在图书馆里了 不然我才不会等你 考试考得还好吗 赫尔木特点了点头 阿瑞亚紧接着说道 剩下的考试是实战了 对你来说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先走了 好好准备实战吧 赫尔木特说道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 阿瑞亚说道 既然我收了钱 谢谢就免了吧 说完便踏步离开 赫尔木特心想道 这次多亏了阿瑞亚 才能顺利通过比试 剩下的就是实战了 紧接上级 赫尔木特来到 建树学府的实战考场 一位检察员说道 请在这边等候 被点名的小组 跟着检察员进入就好了 只要待在这里就可以了吗 考试结束后 我该做什么呢 一旦倒是让我休息 不如去修炼吧 好久没有修炼了 赫尔木特的思绪 被一道声音打断 为你在想什么呢 一位富家公子伸出手说道 你好 我是鲁加尔家族的次子萨巴特 赫尔木特心想道 他想干什么 不会有人无缘无故靠近我了 赫尔木特问道 你为什么要找我搭话 萨巴特说道 你不用过于紧张 我只是想提前交个朋友而已 萨巴特心想道 你可是阿瑞亚辅导过的学生 就算是低等家族 以后应该会有点利用价值吧 我叫赫尔木特 赫尔木特 虽然名字有点生疏 不过感觉很适合你 你的姓氏呢 互相认识一下家族 对你也有好处 赫尔木特思考着 我唯一知道的家族 只有吊坠的那个名字 但是 我既然被抛弃在破灭之森 就不能说出那个名字 赫尔木特说道 我没有姓氏 萨巴特惊诧说道 没有姓氏 难道你是平民 真是的 我居然没看出来 而且还对一个平民伸出了手 平民 你是用什么办法 让阿瑞亚给你辅导功课的 突然后面冒出的人 一把抓住 还要继续说话的萨巴特 各位考生 我知道比试结束之后 你们很开心 但是 在学院内 禁止发表那些歧视性别 和阶级的言论 说完检察员便离开 萨巴特却嫌弃地拍了拍肩膀 临走前还不忘恐吓道 既然出生下贱 就要像贱民一样 给我低着头走路 别总是跟那些 与你身份不服的人纠缠 省得让人误会 来到考场内 各位考生 比试辛苦了 希望你们 在接下来的实战考试中 也能取得优越的成绩 这时 赫尔木特 偏向一旁的学员心想到 这些人居然都在看着我 而且和刚才那个家伙的 眼神一模一样 人类的世界和破灭之森 终究是没有任何区别 虽然都是同样的人类 同样的魔物 但其中也有高低之分 不管了 还是先集中精力 准备考试吧 检察员说到 最后第四组准备 请入场 就如我刚才的讲解 第一阶段的考试 就是斩断黑檀木 考试时 必须使用指定的木剑 考试过程中 对于胜利没有限制 只要在五分钟内砍断 就算晋级 赫尔木特举起携带着 磅礴胜利的剑向着 黑檀木砍去 在检察员惊诧的目光中 赫尔木特仅凭一击 便将黑檀木斩断 随后 赫尔木特便走出考场 萨巴特看见赫尔木特走出来 面带讥讽 居然这么快就出来了 难道给你用的不是黑檀木 而是腐烂的木头 这时 检察员随着赫尔木特一同走出 随后宣布第二阶段的规则 各位将被随机分配 进行一对一的对战 结果与胜负无关 所以 请各位尽可能展现出最佳的实力 这时萨巴特还是不断嘲讽着赫尔木特 赫尔木特转身向着 他走去心想道 这个家伙真是不自量力 竟然一直针对我 看来的让他闭嘴了 当赫尔木特走进萨巴特 他还不忘挑衅道 不服你来打我呀 怎么不打呀 有种就打我 赫尔木特撇向一旁的检察员 心想道 算了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随后和检察员一同走向第二次考试的考场 紧接上级 赫尔木特走进考场 检察员鞠躬说道 您好 教官大人 考生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第二场考试 一旦看向赫尔木特点了点头 旁边的教官说道 这小子 就是您推荐的那个考生吗 如果我没记错 这应该是您第一次推荐考生吧 看来这孩子应该有惊人的天赋啊 一旦说道 一会你们看了之后 就知道 我为什么会推荐他了 此时检察员再次宣读了规则 随后挥手示意比试开始 赫尔木特的对手也是一位贵族子弟 此时贵族子弟心想 这个家伙 刚才听他们说过 他只是一个平民 而且 我从小接受正统的剑术训练 他怎么可能 此时赫尔木特正举着剑 离在那名贵族子弟的头上 问道 这就结束了吗 检察员连忙阻挡 说道 8号考生 失去战斗能力 赫尔木特举起剑问道 还剩一次 对吗 此时教官说道 虽然我对这个孩子的实力 没有什么意义 但这次考试的目的是 为了审视两位考生剑术的实力 另一位说道 没错 这样一来 我们就无法判断对方的准确实力了 一旦说道 赫尔木特 这次对战的时候 你不要光想着要击败对手 而是能不能试着 以教他练剑的方式去对战 赫尔木特回想起 之前和达连练剑的时候 回答道我明白了 一旦点了点头 撇向一旁的贵族子弟说道 安德鲁 你要学会放下 那些所谓的家族身份 能够有机会 与比自己高出一截的对手对战 这将会对你的剑术很有帮助 而且 你的实力并不亚于同龄人 所以 自信一点 经全力战斗了 安德鲁点了点头 我知道 随后举起剑说道 你真的很强 抱歉 是我轻敌了 因为你是平民身份 我刚才小看你了 但是 我也是个有自尊的人 这次不会像刚才一样 让你轻松获胜的 此时的一旦心想到 我又看到您的身影了 在伊丹回忆的达里恩海道 你怎么还躺在那里 难道你真的想死吗 起来 再来 合格的考生 应该就是这些人 因为这次插班生之间的实力差距 实在是太明显了 尤其是这个考生 他的未来 真的让人期待 伊丹说道 这个孩子 将来一定会大放一彩 紧接上级 自从入学考试后 已经过去一周的时间 赫尔木特来到拥兵工会 拥兵工会成员热情 打着招呼问道 您是来委托任务的吗 赫尔木特回答道 不是 我来这里 是为了接受委托 啊 什么 您是佣兵吗 赫尔木特将塔尼亚 给他的佣兵证书 拿出后说道 我叫赫尔木特 隶属于急速佣兵团 上次我来过你们这里 存放行李 工会成员说道 真是抱歉 因为我刚入职 所以业务还不太熟悉 好了 已经确认您的身份无误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然后转身寻找其委托 工会成员问道 请问 您喜欢什么类型的委托 我会尽量为您找一些 合适的任务 赫尔木特回想起来 佣兵工会前 伊丹大吼道 十万马克币 就算是阿瑞亚 也不能给这么多钱啊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难道是借高利贷之类的 赫尔木特说道 这是我在做佣兵的时候 攒下来的钱 一旦叹了 一口气说道 看来需要教你 树立一些经济观念了 赫尔木特 现在我应该算是你的监护人 所以 你暂时还不用担心钱的事情 但是这种巨款 不是任何时候都拥有 为了不被置须你 还是要学会合理的支配 还有一个月才开学 你可以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情 赫尔木特说道 那我在开学以前 找一些委托任务吧 一旦点头 也好 但是不要去做威胁 或者像护送委托那种 周期长的委托 明白了吗 赫尔木特看着工会成员说道 先给我找一些 能在城内做的委托吧 还有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这个月 最好赏钱也高一点 工会成员将一份委托扯下问道 这份委托需要去的地方 有点特殊 您可以接受吗 格雷塔学院 有人称在学院内 经常有幽灵出没 根据情报分析 幽灵出现的时间 一般是在晚上 但是出现的地方 暂时还不能确定 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幽灵的存在 而且原因不明 为了学院 不会留下安全隐患 所以发起这份委托 请找出学院幽灵的真相 并且除掉隐患后 告知委托人 紧接上集 赫尔木特走在路上心想道 本来打算想趁此机会 熟悉一下学院 才接的这份委托 但是 没想到跟我之前做的委托 相差太大了 突然后面有人喊住赫尔木特 西安兴奋喊道 真的是你啊 阿瑞亚的首席弟子 没想到你真的入院了 传言居然是真的 赫尔木特一脸疑惑问道 这话是什么意思 西安解释道 阿瑞亚可是我们魔法学府的偶像 而你是第一个能和他这么亲密的人 所以很难不引起热议 赫尔木特心想道 阿瑞亚这么有名吗 早知道不找他给我辅导功课了 赫尔木特紧接着问道 这么说也是魔法师 西安说道 算是吧 但跟他还是有点区别的 比如像这样 随后西安手中的魔法阵中 飞出一只精灵 赫尔木特心想道 好像不是魔法 难道是魔物 此时光之精灵以极快的速度 冲向赫尔木特 袭击 想到此 赫尔木特上去就是一拳 但是攻击却没有任何效果 光之精灵嫌弃地吐了吐 西安大笑道 我的天啊 至今为止 你是第一个想揍拉丁的人 赫尔木特看着身边到处飞的东西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西安解释道 他是光之精灵 名字叫拉丁 虽然有点调皮 但是他不会伤害别人 因为精灵是没有实体的 所以以物理的方式 是阻止不了他的 能够指挥他们的人 也是少数的魔法师才能做到 而我就是 格雷塔学院唯一的精灵术师 西安 此时 赫尔木特聚精会神 盯着拉丁星想道 这个东西 我好像能抓到他 虽然他 看起来很有趣 但是现在还有事情要做 然后敷衍地回答道 很高兴认识你西安 赫尔木特转身边左边说道 我现在需要去处理委托任务 我先走了 委托 你是佣兵吗 需要在学院做的委托 难道是学院幽灵 在阴暗的天空衬托下 这个教学楼显得更加恐怖 赫尔木特问道 也就是说 这里就是幽灵最近出没的地方 对吗 西安说道 其实这里只是建树学府的教学楼而已 到了晚上 连一个蚂蚁都看不到 赫尔木特说道 不如我们从这里开始分头找吧 这样不是更有效率吗 西安连忙跟上赫尔木特说道 当然不是 还是一起找更好一点 两个人一起 还能找得更仔细一点对吧 万一真的找到了 你打算怎么办 赫尔木特说道 当然是除掉他了 赫尔木特 两人还在交谈着 但此时后面 出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紧接上级 两人来到一间教室 赫尔木特说道 这么找下去 肯定没完没了 你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西安说道 没有 我还是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去下个教室看看吧 对了 赫尔木特这个委托 还剩多长时间 此时西安突然顿住 一旁出现之前鬼鬼祟祟的人 干什么呢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阿瑞亚将帽子摘下 一段时间后 赫尔木特解释了此行的目的 阿瑞亚问道 你不是很有钱吗 为什么还要接这种委托 既然你考上了学院 就回去好好休息 佣兵都像你这样的吗 赫尔木特说道 我业余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就接了委托 西安突然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来是为了委托 那你呢 阿瑞亚支支吾吾说道 那个 其实 我也接了一份委托 西安指着阿瑞亚说道 难道你也是佣兵 阿瑞亚拍开手说道 你胡说什么 我是直接从学院那里接到的委托 西安说道 既然我们三个人在这里遇上 不如一起寻找幽灵怎么样 还能节约时间 毕竟人多力量大 对吧 西安尴尬地摆着动作 扭过头说道 既然你们不愿意 那就分开找 阿瑞亚说道 还是一起找吧 三人来到一间教室 阿瑞亚将剑术学府投影在桌上 然后说道 根据现有的情报 幽灵经常出没的地点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教室 还有剑术修炼场 运动场 对战场等 这些建筑 都是在剑术学府 不知道为什么 幽灵从来都没有在 魔法学府的建筑里出现过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魔法师 装神弄鬼 西安解释道 如果真的是魔法师 那肯定会有人听见 念咒语的声音 虽然有一种 不用念咒的沉默咒语 阿瑞亚打断道 既然那个魔法师 能够使用如此高级的魔法 我想这种人 应该不屑于靠这种玩笑 如果这些事情 真的不是人在搞鬼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 幽灵在躲避魔法师呢 赫尔木特突然想起 之前一旦说过 有一个胆子大一点的 他看见幽灵后 直接向他挥剑 但是那把剑 居然直接穿透了那个幽灵 赫尔木特看着他们心想到 如今看来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跟人站在同等的立场上 讨论过事情 回想以前 要么是被艾拉加训斥 要么就是被达里恩批评 虽然在急速拥兵团的时候 相处得很愉快 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和其他人讨论过问题 把各自知道的情报 拿出来共享分析 然后在这些信息当中 一起寻找新的答案 原来这就是交流 紧接上集 阿瑞亚问道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形体 还对物理攻击免疫 使用胜利 能不能伤到他 胜利吗 遇到幽灵后 我会试一试 赫尔木特将剑拔出 西安坐在一旁吃惊地说道 你就不能提前打个招呼吗 随后西安摆了摆手说道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还是明天再继续吧 我先回去休息了 阿瑞亚问道 你有什么线索吗 赫尔木特点了点头 回想起之前西安的精灵 问道 你说精灵一般会藏在哪里 阿瑞亚轻笑道 看来课外辅导 还是有点用处啊 只可惜 我不是精灵术士 所以很难感知到精灵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 阿瑞亚看向窗外说道 难道你这么快忘了吗 我们身边 不是有一位出色的精灵术士吗 剑术学府走廊 怕过两道深意 赫尔木特问道 西安这是打算去哪里 阿瑞亚解释道 他可能在追精灵 应该是感知到精灵的大概方位了 赫尔木特说道 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 你是故意刺激西安 想让他主动去找这个精灵 二人 跑到室外突然停下 赫尔木特问道 怎么了 不用继续追吗 阿瑞亚却是直接一拍地面 便显示出西安的脚印 阿瑞亚拍了拍手说道 现在 我们只要比西安更快地找到精灵就可以了 剑术学府的修炼场 被一道魔法成功破开 阿瑞亚解释道 剑术学府的修炼场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的 而且剑术学府特别注重排名 就算是同届的学生 也会按年纪和成绩的顺序 使用修炼场 那些高年纪的学生当中 得到奖学金的人 可以拥有个人修炼场 为我们先去那里看看吧 赫尔木特说道 我记得 一旦有自己单独的修炼场 也就是说 这里平时没有人使用 阿瑞亚问道 我们可以随便进来吗 赫尔木特说道 事出有因 他应该会理解 阿瑞亚兴奋地说道 在这里我确实能感受到 和西安一样的气息 没错 应该就是这里 紧接上级 阿瑞亚 你跟我说实话 真的是学院 委托你调查幽灵吗 阿瑞亚说道 算了 我也不满你了 其实 我很不满意 学院里 只有一位精灵术士 赫尔木特说道 原来你想抓住精灵用作研究 没错 这样一来你不是 也能完成委托吗 阿瑞亚将自己的气息隐藏后说道 毕竟我是魔法师 如果我在这里 他不敢出现的 接下来就得靠你了 你去当诱饵吧 赫尔木特将头扭过 看向墙边 已经渗出一道黑 阿瑞亚问道 怎么了 突然不说话了 赫尔木特看着高大的身影说道 应该就是他吧 学院幽灵 阿瑞亚丝毫没有在意赫尔木特说的话 却是直接冲上去 手中凝聚一道魔法阵 一道道壁垒在空中浮现 瞬间向着精灵攻去 没想到 却被轻轻松松躲开 阿瑞亚没有犹豫 再次释放魔法 阿瑞亚说道 这是禁锢魔法 可以阻止他离开修炼场 但是维持这个魔法的时候 我不能乱动 现在就靠你制服他 你就让他受点皮外伤 记得控制好力度 不小心打死他 就前功尽弃了 赫尔木特将携带着 胜利的剑向着精灵砍去 精灵吃痛 却也没有丝毫犹豫 也向着赫尔木特攻去 赫尔木特心想到 看来还不够 这次再强一点 突然一声大吼 西安将精灵隔开 西安问道 赫尔木特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激怒他 他可是暗之精灵 他的自我意识很强 需要小心接近他 虽然暂时挡住他了 但是拉丁也无法支撑太长时间 阿瑞亚突然问道 暴怒的精灵应该怎么样捕捉呢 西安猛然回头说道 阿瑞亚 我果然没有猜错 你抓他 就是为了做实验吧 他那么可爱 你竟然吓得去手 阿瑞亚无奈表示 谁让你不愿意 配合我研究精灵的 毕竟学院里 只有你一个精灵术士 西安怒吼道 你的实验每次都那么可怕 我才不要配合你的 西安扭过头说道 现在好不容易 才找到这只精灵 可惜再也无法 让他敞开心扉了 如果让他挣脱 我们就危险了 阿瑞亚 你继续施展禁锢魔法 赫尔木特 你能在不伤他的情况下 拖延一下时间吗 我会想办法让他冷静下来 赫尔木特说道 好吧 我可以试试 但是我不敢保证 能坚持多长时间 随后便冲向精灵 紧接上级 赫尔木特向着精灵冲了上去 精灵一声怒吼 将屏障破碎 与赫尔木特对碰在一起 西安大吼道 你再坚持一会儿 此时 精灵凝聚力量 向着赫尔木特攻去 赫尔木特向一旁躲闪 心想道 这个家伙 知道我不会攻击他 那就吓唬你一下吧 赫尔木特不要啊 西安喊道 精灵却没有停下 赫尔木特心道糟糕 一瞬间就被击飞 直到撞到墙地后才停下 西安说道 对不起赫尔木特 但是 精灵正处于虚弱的时候 我只能阻止你了 赫尔木特问到他 虚弱吗 西安说道 现在交给我吧 说完慢慢向着精灵靠近 此时的精灵 没有之前那么凶残 却是畏惧地向后退 此时 他突然向着 阿瑞亚布置的魔法阵 猛烈攻去 阿瑞亚喊道 西安这家伙 要冲破禁锢了 你快想想办法 他对我们非常警惕 因为他害怕我的精灵术 精灵突然停下 扭头突然向着 此时不能动弹的阿瑞亚冲去 赫尔木特挡在阿瑞亚前面 手中的剑挥出一道剑气 精灵却是直接绕过赫尔木特 向着阿瑞亚冲去 阿瑞亚将禁锢魔法解除 施展一道屏障 没想到 精灵再次将众人耍了 赫尔木特一跃跳到精灵头顶 赫尔木特手中的剑气告诉精灵 这一机会将它消灭 没想到 剑却在眼前停了下来 此时精灵匍匐在地 赫尔木特问道 怎么 害怕了 西安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已经够了 快回来吧 光芒将精灵拢到 赫尔木特和阿瑞亚此时也放松下来 一段时间后 西安举着手中闷闷不乐的精灵说道 看到了吧 只有精灵术士才能制服精灵 视频已经追评漫画 但是每周还会持续更新 上集说道 赫尔木特他们将精灵捕捉成功 他们来到工会 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后 西安问道 我们不是给他们看过了吗 为什么不给我们报仇啊 阿瑞亚说道 你急什么 又不是你的钱 西安说道 我当然着急了 毕竟赫尔木特现在也算是我们的朋友了 随后西安将手伸出 以后请多多指教 赫尔木特心想道 朋友 好吧 也没什么不好的 阿瑞亚看着两人骂道 两个大傻瓜 气冲冲便走了 赫尔木特回到伊丹这里 手中拿着学院的通知书问道 三楼 301号 这是什么 伊丹说道 看来宿舍已经分配好了 学院的所有学生 都要寄宿在学院 对了 你做好入学准备了吗 你现在正好有时间 我建议你 还是提前去一趟宿舍 顺便整理一下行李 一段时间后 赫尔木特来到宿舍楼 看着眼前嘈杂的人群 心想道 几天前 我做委托任务的时候 学院也没有这么热闹 学院也没有这么热闹 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 赫尔木特来到 学院前将信封递出 学院说道 他来学院已经给你分配好了宿舍 我看看 突然学院露出京剧的表情三楼 301室 学院宿舍内 最近事情有点多啊 感觉好累 明明不想交朋友的 但总是被一些奇怪的事情缠身 真是烦死了 没错 这都怪那个臭乌鸦 自从遇到他 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 开学后 千万别让我再遇见他 来到一个阴暗的巷孔 只听见马斯大喊 你是没听见我刚才说的话吗 或者 你觉得我们黑鹰团很可笑 保罗从后面说道 不如直接杀了吧 就按黑鹰团的规矩来办 突然一个声音问道 你们要杀谁 马斯惊恐地向四周望去 连个孩子都搞不定的家伙 竟然在这里欺负无辜的人 胆敢冒充黑鹰团的白痴 只有像你们这种 自毁人生的人 保罗转身 便向那个黑鹰人砍去 但是只听咔嚓一声 保罗向地面道去 马斯惊恐地喊道 你是什么人 卑鄙的家伙 有种别躲着 出来说话 突然黑鹰人 出现在马斯后面说道 你说我吗 一直东躲西藏 难道不是你们吗 在两人惊恐的神情下 黑鹰人向着他们走来 到此赫尔木特 魔物养育之子 第一季到此结束 作者也期待第二季的到来 我也会持续更新 作者也期待 作者也期待